在此时此刻当下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永久性的例外状态 欢迎收听例外状态 希望你能够跟我一起用理论用理论对咱们生活 进行一场思念的反思 例外状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一刀好久不见 在这里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前几天我收到了小百的邀请 他希望我谈一谈自己对例外状态这档节目的看法 还有我对他的期许 非常巧的是在收到了邀请之后 第二天我就和我家大狮子 一起去参观了巴黎的古监狱 罗乌斯比尔就是在这个地方 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光 而就在他当年待过的那一座单人牢狱里面 循环播放着一段视频 视频里面一个法国的历史学家 在讲他对他自己对这一段历史的反思 里面有一句话 他说长久以来我们都以为 例外状态的特殊诊议是随着罗乌斯比尔被处决 而被宣告终止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绝非如此 他的这个事实绝非如此的判断 对于我们当今世界而言显得尤为的重要 而且具有非常深刻的启示意义 如果我们来反思一下到底什么叫做例外状态的话 除了阿甘本的一些非常经典的论述之外 我们还可以从这一个角度去思考 在例外状态中 在例外状态的政治中 正义并非化身为法律 而是化身为规范 如果说常态的政治是一种法治的话 那么在例外状态中 政治可能体现为一种规制 规范的政治 法律和规范的区别在于 法律往往是不允许你做某些事情 而规范往往是要求你必须做某些事情 法律往往只涉及行为 而规范还常常牵涉到心态 比如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可能会要求你要热爱学习 如果法律是假言式的话 比如说如果你杀人了 那么你要偿命 而规范就常常是直言式的 不能杀人 如果说法律 对于我们的积蓄 常常是 你不能当一个坏人 那么规范 对我们的要求则是 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好人 最重要的是 在这种例外状态的特殊正义之中 只要你不是一个 崩溪的爱养 你就是一个 只要你不是一个好公民 你就有罪 我想 例外状态这档节目的整个problematic 整个问题意识 就息于此 就在于正和常之间 一方面他扣吻的是 正一定是常的吗 正义一定是常态的正义吗 换句话说 真的有什么例外状态的特殊正义 另一方面 他问的是 常一定是正的吗 常态就是正义吗 拿鲁迅的话来说 向来如此 那便对吗 而我对例外状态 这档节目的全部期许 就细于这样一句绕口令 我希望例外状态 成为例外状态的例外状态 最后感谢大家听我唠叨 哈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例外状态节目 我是鬼节子 然后今天我们是来做一期 这个一周年特别节目 然后是我跟主播小白 一起来在线上进行的一个录制 因为我从这个 自从四月底从法国回来之后 就我们俩就没有在一起做节目了 然后这次能在一块来录制 并且谈一谈我们这一周年来做这个例外状态节目的一些感想 非常的开心 小白你有什么想法吗 对 因为其实你离开巴黎的时候 过了几个月就开始解封了 就是那段日子比较压抑 就是因为我们巴黎一直在封城 但其实我们例外状态也是在相当于在封城的时候 就是慢慢开始高起来的 因为封城的话 它就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不能限下大型聚会 因为会有感染的风险 然后其实在这个时代 我们感觉就是我们每次的讨论 它可能用音频录下来的话 保持保质期更久 而且可以分享给更多人 就可能也是 现在开始 大家开始做播客的一个契机吧 对 我觉得疫情也是有一些影响的 对 然后今天也是 几个好几个月之后 第一次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做节目 我的话 之前主要是做一些 就是在这边巴黎 为一个中心 开始做一些精神分析之类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现在精神分析也是一个比较 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吧 虽然说法国 它可能是在六七十年代 这个东西就是比较盛行 就包括 你看布尔迪厄 或者说是菲利普索莱尔斯 等等 还有罗莱巴特 他们或多或少都接触 拉康的研讨班 或者说自己私人做过精神分析 可见它在当时的那个潮流是非常大的 但是到了中国 咱们可能有一个就是时间差距的一个问题 我感觉现在就是随着七十多课的翻译 或者是B站的一些 up主开始做这些视频 然后精神分在中国也就开始流行起来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是在这种 Condex就是背景下去 触发去做这个事情 非常好 那我觉得要不然就是 要不你 就我觉得咱们做了一年这个节目 可能 可能观众可能对你本身还不是特别了解 要不要你稍微介绍一下 你是怎么来到巴黎 然后又读了两年的那个七大的项目 然后现在就开始做这个 就准备在 就已经在八大做这个精神分析 同时还在实习 那么多简单的也谈一谈 我自己本身是法语系出身的 所以到法国的话 可能当时我们的眼界不是很开阔嘛 就是可能考虑到的 还是做一些就是跟就是文学 文艺学理论 或者说是文化批判之类的专业 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七大 然后索性我的导师 他是一个非常博学导师 叫Éric Marti 他是罗兰巴特的学生 然后也是罗兰巴特啊 纪德啊 全集的主编 但是他本人对精神分析理论 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对那个德里达 或者说是其他的德勒斯等等的人 也非常的了解 就是他最近刚出了一本新书 叫Le Sexte Moderne 就讲现代的性 然后就是从批判巴特勒的角度出发 然后就联系一下 就是法国的一些理论家 就是德里达拉康等等 就是他是非常 对精神分析理论非常熟悉的一个人 包括他也跟拉康的女婿米勒 有对话之类的 然后应该是在他的影响下 以及我们七大 原先本身就是一个跨学课的环境 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像索邦一样 就是这么classic 就是还是会 就是和不同的学课对话 就是在这两年的 就是我第一个研究生的学习过程中 我会接触到很多 就是弗洛伊德 还有温尼科特 还有DDL安zier 就是做一个皮肤精神分析的 差一个八卦 他是拉康 他其实是拉康做过 治疗过的一个病人 叫艾梅的儿子 他一开始 对他自己一开始也不知道 他妈妈被他治疗过 然后他 他知道他妈妈被他治疗过以后 他就有一点生气了 后来他就不去跟拉康接触了 好吧 因为我觉得是我的话 我也不能接受啊 为啥呢 对 就是艾梅是一个 是拉康的博士论文的内容嘛 对 然后 就反正就是讲一个女的 她前期怎么样 然后刺杀了一个女演员 最后就入狱了 对这个我就不展开详细讲 就是讲这个DDA昂基尔 就是做皮肤精神分析的 然后还有 Pierre Fédida 然后他也是做一些 就是思学和精神分析的关系 他的话 我是在那个 于贝尔曼的作品里面 他专门写了一本书 是关于Fédida的 所以 在还没有 就是完全接触拉康的理论之间 其实我已经 看了很多 就是精神分析的 书了嘛 后来我觉得还是说 本来我是想 就是直接看看 能不能去申请精神分析的博士 然后后来感觉其实不太行 因为 还是需要一定的积累的过程 后来我就说 因为其实如果是其他的人的书 我感觉 我自己去看一下 钻研一下 可以懂 但是拉康他的那个PUA值太高了 你懂吗 就是 对 你看他的书 看了半天 就是感觉很挫败 所以 我就想说 既然巴达的系主人 也给我提供了一个 直接上那个 Master II 就是 做12年级的机会 我就去 我就去巴达 就是学一下 那个拉康 巴达是非常非常拉康派的 嗯 对 但他可能就 不太会去讲其他的一些 精神分析学家 嗯 对 反正就是在这种 情况下嘛 博士也没有直接升上 因为我不太想升院专业的 然后我就 想说再读一年 其他的硕士就看一下 因为我以后感兴趣的方向 还是在做临床 但是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 就是我不能说 我懂了这个理论就可以去看 就可以去操作临床 就是其实本质是对来访者的 一种不负责任 嗯 但其实 中国有好多人这样走 我就 不挑起矛盾 但是 对 这样其实不是 真的不是很好 你要先自己 去受训嘛 然后自己也去做个分析 然后去 呃 观察一下别人的那个 共事运大兴 就是来访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情况 然后去向医院的老师学习 你才知道这个临床是怎么回事 因为从临床到实践 它不是一个很 直接的过程 而且精神分析治疗 也不是你老是在给别人解释东西 但是很多做理论的人 他其实还是本质上 还是在解释一些概念和东西 就是病人不想要听你去贩卖知识 对 因为你不是一个在治疗中心中的一个就是中心和主人 对 然后我所以我今年开始就也开始去那个医院实习了 对 大概每周四天 哇 那还几个小时的样子 听听不错 我那每周四天不是全日志 但就是有来访的时候就去听一下 对 才刚开始 所以没有什么经验分享 当然就是我今年大概要再做的事 是 好像巴黎这边做精神分析的人也就比如说王明锐好像还挺出名的 就是是吧 他们就好像都都有认识 就包括李星宇他们 他们是以前都怎么认识的 王明锐是我学长 然后我跟他是在好吃的书店认识 因为对 讲这个也是在讲那个例外状态的巴比性 就是说好吃的书店相当于一个据点吧 没错 就是有时候大家去做做喝喝咖啡什么的 就是总归能碰到一些比较厉害的人 在各个领域方面 然后书店也会经常举办一些茶叙 就是邀请在某一方面有自己的知识的人 就是给大家举办类似讲座的东西吧 设计哲学啊 美术啊 文学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自己之前也去做过一期 就是那个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跟享乐啊 还有巴洛克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讲座 哎呀 太太太好 我这就是回来的太早了 当时实在是没办法 就要不然一直能待到八九月 哪怕待到十月份 就后面会玩的可能更开心 对对对 暑假就感觉是大解风 大概就吃完 对你可以多待一段时间 然后再在这边看看搞申请啥 就是啊 没没没办法 因为当时想的是那个 就感觉就不知道啥是个头嘛 因为他不停的又在继续演妻 然后 接着就是感觉 也自己一个人待着有点难受 再加上就是你房租你就每个月得花九百欧 是吧 对对对 然后就之前那些钱就是 其实家里给的我都一直回国就一直在用 就用到现在了 对对对我懂 我也开始打工了 上上了年纪的人压力不一样 哎真的是就尤其是研究生你毕业之后 你跟你本科毕业之后的这种心态完全就不一样了 嗯 对 那就是对那那我说说我当时是怎么去去巴黎了吧 就嗯 我其实我一直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会 就是从来就是在此之前就去巴黎之前我没有想过我要去巴黎 然后是因为当时是在鲁文读研究生嘛 然后有一个朋友呃他是人大法语系的他当时是在里尔上学 然后他当时给我发了一个大概是19年的年底他那会儿 给我发了一个说巴黎他们这有一个讨论有一个什么小组 说你你去可以去然后我当时就做那个问别人该怎么去巴黎比较便宜 人家说你坐那个flix bus 然后我他妈坐了四个多小时就从布鲁塞尔坐到巴黎 然后到到巴西就是巴西然后就有巴西那边对对 然后就到了那个高师旁边就才认识了就是嗯 孙剑他们那帮人哦就乌尔姆就大概乌尔姆前几期我都有去 然后到后来就就就就就基本上因为鲁文当时是不太能够认识到一些比较有趣的或者是比较有学术 就是一方面是有学术追求同时也愿意进行公共讨论的人啊 鲁文是比较少的嗯 所以在巴黎就有这么一个环境嘛 当时就感觉特别的有趣 然后大家经常就一个月可能有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呃聚会 然后当时就有一些主题每个人有分享 我我在那一共大概讲过两次呃 然后就是因为我鲁文那个master其实理论上应该是一年的 但是我第一年就因为疫情就心情不好所以就没有写论文 然后包括中间也换了题目所以就又又读了一年 然后但第一年其实把课该上都上完了 所以就第二年就没什么课 所以我就想说那不如就搬到巴黎去吧 反正跟他们玩的挺开心 然后但但你要去巴黎你短期的是短期 就三个月以内短期的话你其实不需要签证 你就直接可以跑过去就完 但是长期就是三个月以上的话呃是需要签证的 所以我当时就想那不如就报个语言班 语言学校然后在那学一年语言 也许后面可以在法国继续读博 如果法语学好的话 然后反正就那么来了 结果来了之后呢 没想到他妈的到11月份的时候又开始封城了 我怎么非常的绝望 结果法语课基本上也都是线上在上 哎就挺挺不开心的吧 然后我我就记得咱们俩 咱们俩应该是在豆瓣上认识的 对吧 当时呃反正原因是因为朗西埃嘛 啊对对对 好像是看到有一个谁建了一个朗西埃讨论群还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因为我对我研一的时候在做朗西埃 所以我还挺挺感兴趣的就这样了 嗯是 我记得那会大概就是可能去年 啊不在前年就20年年底就12月左右 然后好像对对我们在豆瓣上有这个交流 然后你就加了微信嘛 你就说你也做这个播客节目 以前有就在跳岛的实习过 对对 然后对我们就也也比较想做一些偏理论类型的 就稍微是有点有点难度 有点深度的东西 对因为自己听播客也觉得啊好多那些节目都讲的太浅了 实在是 嗯对 就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其实很多人他听播客他就想听一些搞笑故事 或者说是人物故事之类的 但是我可能还是想就是通过播客就是进行一些理论的入门啊什么的 因为看书你要尽心做下来的话 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所以你想在播客里面找一些就是感兴趣的点啊什么的 然后后来就觉得嗯那我还不能还不如自己做就是这种想法 嗯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那这下来就到了我这个第一个想要谈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要做例外状态 嗯 我觉得就就我们基本的这个想法是很接近的 而且同时我同时我觉得如果没有小白 其实这个节目不是做的特别好为啥 因为我其实没有做这个播客的经验 而而而而而而你就是有这个经验吗 而且是知道该怎么去 比如说做这个什么收notes啊这些 就其实很多节目他都没有就这些东西啊 就刚开始是你在做这些吗 就还结构上面和形式上面 我觉得都挺挺挺挺挺有帮助的 去去主要说因为我还是在跳岛实习的时候 我已经做这种东西做到烂了 就是我其实不是很喜欢重复性劳动 嗯然后即便现在我做例外状态的shownotes 我还是有一点痛苦 但因为要去调那个时间轴 我就很烦这种东西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你要做 就是从一个业余的播客做到精品的话 还是要注重就是呃一种观众和听众的感受 所以还是会去在这方面下一会儿功夫 嗯对就就反正我觉得要是你不做这个东西 可能我们节目就没有这个这个这个手notes 哦 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播客他已经就是还是在 因为这个本身他的就是对标的人群他就很有限 嗯其实就跟那种指数的受众一样有限了 对对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在业内还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关注 包括南大的那个洛之秋老师 他一共就推荐了两个节目 一个是跳岛一个是例外状态 然后我觉得挺开心的 因为这样的都是我在工作的播客 嗯 哎 其实确实挺不错 对只不过就是嗯 对跳岛我我也听了 我觉得他们好像不太谈文本内部的一些事情啊 他们喜欢聊一些创作者相关的事情 你当时在那块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 其实 其实我觉得要去考虑到 他的那个驻地的问题 一方面他是那个中信大方 在上海的一个就是驻地型的节目 他搜集到的资源啊 就是说嘉宾的资源等等 他们想聊的话题 都是在上海文化圈里的人 当然也有去成都 或者说是去南京做专访 就包括采访河伟啊什么 对对对 之类的 对河伟那个我听了还蛮不错的 对 是就他们资源好呀 你像咱们这个就基本上靠自己人脉了 就对对对 他们资源是很好的 以及他们做的本身是一种文学文化生活类节目吧 因为跳岛他还是想 就是跟每个播客一样 跳岛肯定是想盈利的嘛 对 你要盈利的话 你相当于打造一个文化圈一样的一个东西 他要顾及到的受众是很多的 就是说 就是做播客的我们自己都不能从一种 不要从一种精英主义的角度出发 就是说觉得 这个东西太浅了也有人听 就像我前几次 前几天看那个花束般的恋爱 就最近那个就是尖田江辉演的一个电影吧 然后大概故事故事就是 对你也看了 就讲那个就文艺青年遇到摄出的现实以后 就爱情就完了完了怎么样 其实我看我是觉得 不过是因为我从现在的角度看我看我是觉得 这个东西我没办法产生共鸣 就是说我可能已经离那个寻找同样 就是同样就是两个人之间有共同点 然后和偶然和巧合的这种时间段 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 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就是非常有共鸣 就短评下面 没错 对所以你不能以自己的角度去说 就这种东西太浅了 有没有人听什么之类 就是每个人他想要从播客获取的东西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就专注于我们自己的专业性 就自然会有想获得专业性知识的人来听 对对没错 就就那说说我当初为什么想做 因为就是我是19年从19年本科 18年本科毕业 然后19年去那个比利时读Master 然后当时大概也就才是19年左右 我才开始听这个播客 当时主要就是听的是这个生意价值 还有很多这个女性主义的节目 然后比较还听得多的就是Jazz Poe他们 然后他们也出了一大堆有的没的的节目 反正但有的时候可能更新不太多 有的时候有一支更新 被忘录啊忽左忽右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还有学生鼓鼓腹玩游我倒是听玄听 但他那个好像不太经常更新 就反正我经常听他们一些节目 他也是小李和那个陈眼良他们几个 我一起也是Jazz Poe他们的 是对你好像也还对他们比较了解是吧 就私下了解就不能说了 总之就是说 Jazz Poe还是想把这个Podcast 做的比较专业化 然后他们思路出发其实也很聪明 就是说做一些就是针对市场的 就是目标听众比较明确的一些东西 对对他们做的已经非常像一个企业一样了 在做播客 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方向 因为他们其实很关注就是国外的这个播客公司 是怎么样发展的 也在借助就是去看国外的一些经验什么的 嗯对 然后然后你说的你说的那个你经常听的 就是说剩余价值 还有就随机波动或者等等的一些节目 还有什么小声宣伙 还有等等的那一些 就是有一点篇学术文化批判类的播客 其实我觉得这我要谈他们 其实要谈到他们和我们的区别 就是我感觉他们的一些核心的理论的依据和文本的参考 还是属于像是英美体系的一些批判研究的东西 对对 然后女性角女性主义角度等等 是就是我我回国之后 呃就接触了一下国内的一些老师嘛 就是呃就发现其实就是如果是探真的在探讨女性问题 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角度 然后我之前学习到的基本上是从剩余价值 他们那边来的 然后包括还有其他的像什么卡列班女巫呀 然后什么海马星球等等 这些确实多都是英美体系的这样的女性主义 然后他们关注的问题其实就 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迷地的 就是对 然后呃但另一方面就是 可能我下一期就是下周会录一期节目 就是谈这个呃女性和中国现代性这个问题 就是说就是如果真的是放到中国语境 我们怎么谈女性问题 呃我就会觉得至少跟他们之前的那种方式是不太一样 但是都都有好处吧 嗯嗯对不过不过是 嗯所以我当时就女性 嗯你说 对所以我当时就是听了一些节目 就觉得其实他们大家就是方向还挺明确的嘛 就是呃定位啊什么的就那那些就我们知道他就是一个呃 呃女性主义的或者女性的 但后来就可能呃收益价值就做做大了之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泛文化的类伯格 然后那后来就是我在听到呃谁对我很有启发呢 就宝庭的那个不可理论 嗯对 他那个节目就对我挺有启发 因为他算是至少在咱们礼拜状态出来之前是全网唯一一个在做理论的节目 哦而且做的还 对很早就开始 对 而且做的还还不错 只不过就更新一点嘛 然后就是在听到了一些有有他们也会讨的 就比如说Nelly他们会讨论一些社会议题 但是每次我听他们讨论社会议题的时候我都咬牙切齿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一直就是浮在上面一直下不去 哎让我就特别的难受 我就说哎呀我要自己来做节目了 哦 对 就是从女性角度这一点出发也是 我觉得我们播客就是最起码我自己负责的这一些选题的话 我不太想走就是呃 因为我其实个人也没有受过什么英美学术训练 除非看了几篇论文之类的 就是我是想从法国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思考一些这些问题吧 对因为我觉得其他东西有人做 那我要做的话 我要做跟自己的角度出发有关的 包括我也想慢慢的从就是精神分析的角度去讨论就是女性男性的区别 就是这种性别和关系的不对称性什么 但是因为我我并不想上就也下面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B就是有听众问我们下一步会不会考虑在B站做视频 嗯就是我想说B站它其实还属于一种快餐消费类的嘛就是有人就想比如说拉康说啊大写的女人不存在 性关系不存在就有人去B站搜 然后一期视频10分钟到20分钟的样子 你能指望她给你讲明白这到底是啥东西吗 所以我我觉得我要去讲这个就是精神分析视角下的女性主义问题 我必然前面要铺垫很多功课 我先要所以我先做了一期精神分析的导论 嗯然后这期马上就要上和那个李星宇老师的那个精神分析的临床诊断 我觉得是需要做很多基础知识你才能进入到这个领域去聊的 否则的话你接触的是一些很表皮的东西 就像你好像知道了什么了不起的能指 然后你就开始在那边瞎用 然后觉得自己很厉害一样 对 因为我比较反感 我很反感一些人就是天天在那讲公事 就是好像这个东西就是很厉害什么什么的 就我想说就比如说拉康在16本研讨班里面用了那个非波拉切数列 讲那个强迫症跟义症的享乐的关系 我想说这也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好吧 就是非波拉切数列不是我高考的时候 我们江苏省高考就要去学的东西 这个东西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到底这个理论有什么社会面向 或者说他在治愈 或者说是帮助我们看待就是女性创伤方面 他会提供什么解决方案 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一种你自己已经吸取的知识 然后要把它强安在别人身上的话 那就是跟主人话语跟大学话语没有什么区别 你就是以一个 你就是表面看上去是在传授知识 只是你背地里暗藏了一个主人能指在那边 要求别人也就是经历一遍你被拉抗PUA的过程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我觉得这都是慢慢来的 就是我之后肯定会去 我做的方向也是女性享乐 所以我会就是慢慢一步步去讨论这个问题 好呀 那接下来应该就到第三个问题了 就是或者第三个topic 就是谈谈这个例外状态的巴黎性吧 我会觉得咱们这个节目真的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就是最开始就是我们的嘉宾的组成 基本上全都是我们的这些朋友 就是在巴黎读书的 大多数都是在博士啊 或者是研究生 搞理论的居多 然后呢 同时也是因为在疫情期间 就是大家没有办法再继续活动了 然后 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录制 都是在我家的这个客厅完成 对 虽然说就是 对啊 这个salon这个客厅这个概念 就是也是在整个法国的这个文化的传统当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呃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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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吧 对 那只不过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客厅 可能就只有几个人 但是他他已经去够我们去使用了 而且我就觉得 呃 在欧洲真的是很奇特 他欧洲跟日本有点像 就是他空间其实比较小的 尤其是在城市里的空间 他不像在北美啊 加拿大 我靠你你家就是一个大号 那种不是 大家就可能就是能能能去找地方 朋友家住或者是就是在客厅这个范围 呃 所以就是我会觉得他其实也是加剧了人 人们之间的这种互动交流的这么一个欲望 就是对 因为本身巴黎这个城市就很小 然后你坐地铁从市中心到呃 到这个巴黎巴黎的 对很快 对很快 然后包括住的近的你在几个区之间 你走路都可以 那同时呢 可能也因为缺少了一些 就是除了说上街吧 就除了上街游行这种大型的这个公共活动以外 小的活动其实要么就是出去吃饭 然后在在喝喝啤酒啊什么的 那但大多数可能就是在朋友家里面聊天做客吃饭喝酒这样 就就他的互动性是很强的 是或者就社会性社交性 然后这个东西回国之后就完全就没有了 就我回国之后特别的沮丧 就是哎就感觉就是一就是找不到人 就是没有之前就是那些朋友了就大家都在搞这些东西 二呢就是好像你跟人间距离也都比较远也他不太愿意去跟你聊这些东西 然后城市也很大交通也不便很少有人会说把你带到家里面我们在喝喝酒什么的这种情况 我感觉巴黎比较近 然后虽然客厅可能大家房子其实都只有20平米上下吧 但是其实你看法国人搞斯巴黑也是你客厅也就十几平 但是能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 他其中中间肯定是有一种身体的共振的感觉 而且法国他算是比较 所有的资源文化资源什么的都集中于首都巴黎 所以跟我感觉跟美国不太一样 美国可能他非常分散的你要想找这方面的topic 他可能一个人在波士顿大学一个人在纽约这样子 他还是集结起来有点麻烦 但是巴黎的话你随便打听一下你就知道谁在搞这个方面的理论 然后你就叫他就一起出去喝个咖啡 或者到家来做顿饭就是可以去讨论 没错对 然后就他整个其实巴黎的知识生态氛围也是这种感觉 就是包括之前在豆瓣上看到一个段子 就说是什么 那个斯蒂格乐同监狱里面出来 然后在听德里达的seminar 然后就出来跟谁在聊天 就是说我们出来喝一杯吧 然后讲讲你的理论 然后怎么怎么样 就好像就反正至少可能有50多年 他都是这样一个很自由 然后大家上课下课之后就讨论交流的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至少前一半就是我还在巴黎的时期 就是咱们这个嘉宾大多就是有 就是我觉得主要来源是从这个沃尔姆来的 就可能这里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沃尔姆 就沃尔姆之夜是当时我们应该19年底 在巴黎成立的一个组织 然后当时有一些也是核心成员吧 就像什么都上过我们的节目 然后他们当时也就是想说在巴黎 建立一个这种文化讨论的一个沙龙空间 然后因为本身学生也挺多嘛 结果我一去我就我觉得特别感动 特别震惊 我说我靠 怎么巴黎特别有这么多读哲学的人 因为我不管是在比利时还是在加拿大 我真的身边就没有什么事去搞这些东西 都然后他到巴黎就他们介绍 像什么机车就说他是什么 一个天主要左翼在研究阿尔独赛 然后什么然后有就像孙茜的时候 他研究施密特等等 就大家一见面就可能讲讲你现在研究什么呀 然后关系什么议题呀 然后论文在写什么呀 然后可能就会成为好朋友 然后经常见面出来聊天 可能就是要么就是聊点有的没的 那要么也会讲讲他最近的一些想法思考 就反正我一直挺想找那个凌川上节目的 但他一直不来 他觉得自己讲不好 因为他特别懂德里达 就是我一直很想让他来讲讲德里达 要找一个很懂德里达的人来讲 对呀 就是这还是很难 对就是因为他从本科开始就读德里达 然后就包括他们都读那些法语 他特别喜欢德里达 可能是因为他老师就是做德里达了吧 后来他就一直在巴达在做 对我一直很想找他来 但他有点不太情愿 对但其他的几个好朋友反正都来过 就包括我也是来巴黎之后 我才就认识了赵子龙 就也是就因为他翻译朗西埃 朗西埃的译者 对对对 然后当时是我通过我商务的那个编辑就联系到他 就是之前他出的几本书是在商务 后来是在那个西北大学出的 西北 嗯是 那那反正后来就从一刀开始 就就你那边的朋友们就会多一些 你可以稍微讲一讲 对 对 伊道老师是北大哲学法育双专业出来 然后在伊大读那个科学哲学的博士 然后他现在在一个法国的一个研究所吧 做那种数学哲学相关的研究员也是在读博士 他还是很 对 他还是一个大神 然后他平时还做那个 就是会写那个剧本杀 然后他对他剧本杀是真的写 他还卖给那个公司呢 所以可能说不定他的剧本杀会卖到国内 还有听众有一天可以体验一下他写的那个剧本杀 我还挺期待的 然后其他方面 对 其他方面是王明月吧 因为他是在巴黎算是做精神分析做的就比较久的人 然后也是我学长 所以一般做精神分析的话 我会叫他跟我一起弄 然后我们之后还会出就是性关系不存在 包括拉康的四个话语 这一系列就是跟精分有关的博客 然后我之后可能还会去找一些 做临床方面就是比较厉害的人 然后或者说是找一些就是研究心理学啊等等的人来做 主要是我觉得你 嗯跟认识的人聊他可能嘉宾也会比较放松 对对对对就是 嗯对你不然就大家如果不熟的话就会比较生硬啊 然后对可能一些真的种东西他也不太讲 就是反正在但总的来说在法国我就觉得还好 就像嗯包括像陶陶也来讲过几次 就大家都是非常的welcome 非常的friendly 非常的就这种状态 然后也愿意跟你交流分享 但这种东西回国就找不到了 真的是特别沮丧 嗯嗯对 那那接下来我们谈谈下一趴就是呃 这一年做节目的收获吧 要不你先来谈谈 嗯做节目收获就是我做节目可能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是知道了那个知识 然后他想通过这个节目来传播他知道的知识 但是我每每做一期节目都是我不知道但是我想了解的一个知识 所以我感觉我准备的过程就比较痛苦 然后做出来的节目也然后其实是我是过了大概有一两个月回过去想才发现我好像更深的理解了那期节目 但是这也给了我一种就是内在性的感觉就是你做节目的过程中你创造了一些东西而不是说你本来就知道你自己是一个本来就知道的主题 然后你要把自己的东西传给别人那其实在这种结构下呃你就不是一个有求知的人就但是你在做节目的过程中其实你对这方面并没有特别掌握但是你有有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 包括你请的人怎么怎么样的他都能给你在做节目的过程中赋予一些新的知识 然后其实你做完节目才获得了这个知识而不是你做节目之前就准备好要传输了 这个是让我觉得最爽的地方就是他其实这个作品不是一种完成式反而是你一种创造的进行式就生成吧 嗯嗯没错是对然后我其实在比如说像我在巴黎的时候我的主要工作其实是做主持人嘛就是对然后我觉得有意思的点就是在于就是就是其实确实也都是很多东西可能我赶进去但是我不太了解 然后比如说咱们请这些朋友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或者是有研究就听他们讲听他们聊然后咱们去先写一个框架问问一些问题就都会有非常多的收获在这个过程中啊 比自己读书我觉得要事半功倍就真的因为他们能够就是通过跟他们的交流然后还要包括自己的一些清新体验就是单纯就在法国哲学就后结构主义这方面来说 就我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就一下就深刻了不少就是就比如说像机车嘛机车他做做阿尔都赛然后讲就他就会有很多自己的理解在里面 他并不是说基于这个只是说基于文本在谈他就觉得甚至可能阿尔都赛早年讲的东西就不是他自己的那但这种理解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对阿尔都赛进行一个深刻的研究可能你不会有这样一个理解 那包括还有像很多就是我们在法国的一些经历就是让我后面就开始关注身份问题也是更加的会 意识到原来就是68这一批人就是法国这些哲学家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他们的针对的问题是啥就是我还发现原来就这个东西其实我在他者那期节目也讲过就是说原来他们本身都是比如说来自殖民地阿尔及利亚 就来自不是中心而是边缘的地区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他们进入到这个里面他们要为自己发生反抗他发现了很多欧洲内部的问题 那这个事情如果我在美国或者在加拿大可能我不一定有感受因为那边的华人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温哥华的时候所以当时我在温哥华时期就对身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疑问 那到了欧洲就才发现原来好像这边的亚裔真的很少而且有一个有趣的点就是比如说超市 就我在鲁文的时候大家会说我们去亚超就是Asian market 所以这个亚超就是包括了它这个概念是所有的Asian就是中亚然后包括东亚可能东南亚的东西它都会叫亚超 但这个事情在比如说在温哥华我们还会说这是中超这是欲超这是韩超对就不会用亚超这个词 对所以我就想说其实就是自己虽然说没有在巴黎进行这个真正的这个institutional education 没有进入他们的这个机构的学习当中 但是这种经历这种体验感受也让我对于这种理论的这种学习和认识到了一个就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些想法吧 对 就是一种被驱逐的状态或者说是在家与两者中间的一种状态反而会驱使你去思考 关于一个地方的地方性和机构的问题就像拉康的第17本研讨班 他写的一个契机是因为他之前被那个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给驱逐了 就是有人怀疑他对弗洛伊德的解读就是完全不在不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上 就是他被驱逐了 然后那同时那个高师他也从高师搬到了他们68年之后新建的八大 然后他还在研讨班的开始就讽刺了就是高师的一些就是所谓的大学派的人 他们怎么怎么样对对这种混杂的就研讨班的场面有点忍受不了等等 其实这然后这样就促使他对大学话语还有主人话语的一种新的思考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和一种被驱逐的身份啊 或者说是在中间的一种身份有关的 对没错就是就是后结构了 就是你你你你处于结构之外了 对吧这个结构他不能包括你你你溢出了剩余了等等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真的是如果没有去去去去巴黎 或者在欧洲体会到这种这种感觉就是at on g 就是这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因为我觉得我在两边都是at on g 对吧我在中国也是在法国也是 所以就是in betweenness这种感觉 所以包括我研究生也写朗西埃朗西埃属于后结构之后的一辈 但是基本上也是跟他们都是一个路子的 所以这种理解就非常的就是很一下就能知道 他们为什么在在做这个东西 以及他们的理论是怎样 对就就特别棒 我觉得还是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真的是就是学生啊 就是前你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前想做学术研究 我觉得真的是有机会还是要来巴黎待一待生活一段时间 然后慢慢读一个master之类的 而且你不要就是受到金钱的限制 就是我反而就是各般上一起在讨论 说穷人家的小孩不应该出来留学啊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就是你但凡你有点决心或者说是你能干一点的话 你在这边边打工边读 其实可以收获很多东西 因为这边其实涉及到的是一种你对 自然秩序的一种颠覆嘛 就是你不要觉得就是自己是手工业者 或者说是农民工 你就不能去梦想 不能像那个包法力夫人一样去梦想一种 所谓的那个资产阶级生活 这里的资产阶级我觉得并不是一种贬义词吧 就是说当你去试着去想象一些 就是属于你阶级之外的东西的话 它其实在就是一种政治风貌上造成了一种 就是错位和歧见 它反而是能让很多东西更加混杂起来的 没错 没错 而且就是综合来说吧 就是就在法国留学 真的是要比你去英语国家要划算很多的 就起码你不逃学费了 或者学费比较低一些 生活费也没那么贵 反正我这种穷逼去不了英美国 我觉得在法国挺好 打打工能活下来 而且大家都很开心 对 就氛围都好 大家其实你不像因为我在温哥华 包括很多朋友他们到英国留学 就是哎呀 就是那种 我包括在美国 谁都不好意思说他们 但是一直我本科学的就处于这种 就是这种富二代 这种审美这种Tasting之中 所以我才当时开始对文化研究感兴趣 因为我最开始想批判他 我就说哦操你们这些人 他们这个审美 他们这个趣味 就太无聊了 然后都很一致性 很同志性 就只会买潮牌什么的 但是而且其实也不是那么真诚 就是相反到欧洲 到法国 就是大家交朋友起来特别开心 因为没有什么太大的 就是就不会有太大的阶级差异 就是真的很开心 你吃个Walkybub 吃个时候的东西都没啥很正常 我们就一起玩 一起特别好 以前就很 就其他那些人就特特无聊 对 但到法国 就是到巴黎 我觉得交了这些朋友 我就特别喜欢 对 嗯 是的 嗯 那那我们看一下下个问题吧 对你问我吧 这个 嗯 就是 对这个问题确实要问你 就是说呃 为什么要改版 就是说要扩大一种 就是你在招收那个 其他地方的在地主播吗 嗯嗯 对是 对对这个就是谈到改版的问题吗 因为我们就大概也做了一年 我大概是在两条线上有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一个是因为我回国之后 我发现我找不到找不到嘉宾 就找不到嘉宾之后 这个节目你要再继续生产 继续制作就非常困难 因为其实咱们这个节目呢 我觉得是其实挺依赖于嘉宾的 尽管主播本身也是对这个节目 是有把控的题材啊 选题啊 包括内容生产也有 但问题是在于 如果你缺少了一个这方面 比较专业的人 就可能我们也做不出一个 这样好质量的节目 对吧 那因此呢 就是我其实也不想 就是有一些节目就可以一个人来做的 但是我可能又不想 就是一个人在那儿monologue那样去讲 就有点无聊 还是喜欢这种对话探讨这种状态 而且也是一种 对于新东西的一种相遇非常棒 那因此呢我回国之后就想了半天 我找不到人 我觉得怎么办 那我就想那是不是有可能就是 对 然后你就提出就是你在巴黎 我就说那不如就 你在巴黎你就做你想做的节目 你就去进行独立的选题 哎 我就觉得 哎 其实这样挺好 就是 以前就是 呃 咱们可能还要再商讨一下哪个东西比较合适 对吧 那有的可能我自己不太熟的 我就就说你来录吧 那因为这可能我也 一场我也说不了什么东西 那我就觉得其实 那你在巴黎开始做独立选题之后 我就觉得 它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进行尝试 那至少就是可以打开我们这个节目 的这个 就就不只是单纯是在消耗我们自己的这个 呃 人脉和资源 就是 觉得可以多抓一些人来 就是把这个事情搞大 然后 呃 再就是 我我就在想 就是 呃 所以就我会去找了一些之前的朋友 包括其实温哥华的主播 之前我们也录过节目 就以前都是都是些朋友认识的 还有有的到纽约了 然后后来有网上新认识的朋友 他们是在在在香港 所以我就去跟他们聊 我就说你们愿不愿意来参与 就是这个 节目的录制 而且本身就是咱们已经有了一定的 这个呃 曝光度 所以就是说 对于他们来说 如果想做节目 就是直接来跟我们合作 来参与到这个节目录制当中 就会对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好事情 就 而不是说你在新开一档节目 这样就 大家就先 现在其实播客面临的很大问题 就是新节目出不出不来了 就我们就已经算是比较占据了一个较为 比较早登录了 对对对对对 啊 那有好多那些还不错的节目的 我看就在小宇宙上就没有多少人关注 就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所以他们就也挺愿意的 那那后来就是我第一个想法是想 就是说如何能够找就是更多的嘉宾吗 但是我就觉得呢 刚刚好我一个人肯定不行的 因此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就想把这个主播的这个身份就分发出去 让他们来去做 那其实好多节目它其实解决方法是啥呢 就是他们使用的是这个就是在线录制 像我们现在一样在线录制 但是我我们之前试过这个方式 我觉得它的它的好就是好处是啥 就是说如果像咱们就已经这么熟的朋友之间来录 我觉得效果是挺好的 但是如果说是你跟一个比较陌生的或者是不太熟悉的嘉宾 大家在聊这个事情 其实非常的尴尬 就是对就是你感觉就非常像 非常像我们在开开线上会议一样 每个人在做自己的报告 那个氛围就不好 就不像是我们在客厅里面 我们放一个麦克风在中间 大家聊的这么轻松随意 对所以我就我们也就是 就至少我自己是比较坚持 就是希望能够多进行这种线下的录制节目 而不是像大多数播客可能就选择 那线上就录了就完了 那因此呢就是 我觉得他们如果是在每个城市 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也可以来做自己想做的题目 那总的来说也跟咱们的这个大致的气场比较符合 那之后第二个是啥呢 就是关于这个在地化的问题 就是全球在地化 就是一方面呢 就是全球是解决一个怎样的问题呢 全球是解决一个 就是很多问题 可能啊 现在由于这个国内 就中国这个言论审查的问题 或者风向的问题 它不太好讨论 因此呢我们就想 把这个呃 就是不讨论中国了 就是可能很多东西确实没法讨论 但是如果不讨论中国 我们还想讨论问题 一看怎么办 那我们就只能在一个比较全球的范围内 视野的任务 跟各地啊有美国啊加拿大啊法国的 我们来讨论当地的一些问题 然后在地化是想强调一个 就是理论的在地的应用实践 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就是 其实找的嘉宾大多数就是还是在法国 就是我们确实是做理论研究的 但是呃更往下走 就包括其实咱们都是对吧 在野政生阶段都是在做理论研究 真的你后来想做精神分析 想做理创作实践 也是想说这个东西该怎么去实践 更怎么去应用 怎么去在地化 就更好的把这个理论的功能去擦挥出来 那也就是像我个人也是转向了 就是呃博士阶段就是开始去做这个比较文学 这方面的东西 那就是想让给理论他能有一个呃生存的空间 包括是应用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地化就是把一些更 跟本土相关的议题呃和文本就带入进来 来到这个讨论 他更能够开拓一个我们对于理论的使用 就是我我会觉得可能单纯谈理论 就是当然是OK的 但是确实由于中国本身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审查 然后在学术界也是 所以他没办法进行在地化 但是呢我们在其他地方是有这个在地的可能 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可以来做这么一个工作 对我觉得温哥华那几期 包括之前谈那个城市空间等等 其实他都是很以小见大的 对都挺好的 对他不是一个相当于你在那边就是上谈兵 而是他挺结合实际的 嗯 是 而且反正最近这几期我就觉得就是呃听了之后真的是有很多非常不一样的看法和见钱 而且他同时也是带动了当地的一些文化生态 就包括像温哥华那边就是呃我找的是 其实我我们我跟那个主播其实我没有见过面 就我们也是豆瓣上认识的 但认识很多年了 他当时是在UBC读这个当代艺术的Master 然后呃我们认识很多年关系也不错 呃他就我就说他愿意来他他觉得挺愿意的 然后我又拉了一些我SFU本科职业系的一些朋友 因为他们还在温哥华就到这个区里面 那之后呢他又去找他的朋友 呃然后这个群就已经慢慢的有有20多个人了 然后所以他们也会还有有很多 比如说包括原住民 然后殖民的问题 然后之后可能还会再谈就是从这种呃从审美的这个角度 包括就是跟谈谈谈谈这种呃时尚时尚方面的东西都会有 所以就是他他一下就能扩展我们的这个话语空间讨论的范围 我会觉得其实都都挺挺有帮助的 还有包括像香港这边几个朋友他们都是做电影的嘛 做电影研究什么的 那他们可能主要可能还讨论电影会多 那之后有一些不同的人会加入 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这个生态就是会会更丰富一些吧 对这是我觉得未来的一个特色 那你对这方面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就是可以做一做试一试 对但是他可能会让那个听众群不是那么固定 但是他也有可能就是把那个听众群给更加扩大化了 嗯 对 原先我感觉原先我个人觉得好像说是在巴黎或者说是中国的那个听众比较多一点 那后来不是你有发那个数据报告 嗯 发现其实哪里都有 对 很分散 没错 嗯 但反正我们现在也没有说就是要怎么提供尽力的盈利 我就希望有人多给我们在爱发电上面打点钱就OK了 所以所以因为没有资本主义的赞助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随意发挥就各种常识 是是就是对因为我觉得他的这种感觉有点像以前的那种呃就是电视台电视台都有很多那种呃注的记者然后来做一些新闻 如果我们做的不是新闻吗就我们可能是一些呃思想方面的这种讨论对我觉得还还挺有这种感觉吧 就是呃就包括也是增加了一些我们在这个时代就是不管他在哪其实都是趋于封闭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同时也需要有一种这种跨国的全球的就不同地方的那种想象 就是我在根本上面可能我也是想做这么一个事情 因为嗯就是感觉大家就就就真的是你看因为一方面是啊 很多东西你看不到在国内啊也不懂被审查掉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缺乏了一种对于他者对于世界呃对于不同文化不对差异的这种这种这种兴趣 所以嗯就就就就我们也尝试尽自己的一份力吧 这样对 嗯还是要从他者去对话的我个人觉得没错 所以我们也是有一种这方面的一种意图吧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到这个读者来信环节了 读者来信环节对 那你看那几个你想先读一读回答一下 就一起回答吧 嗯 第一个这个笑抽他说以后会考虑在B站录视频吗 有没有交流群之类的嗯 你先回答这个交流群的问题吧 对就其实挺多的这个呃听众都有在公众号后面问我有没有交流群 但是呃这个交流群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得有人在管理就是其实我们都没有什么时间 然后包括如果要需要有交流群的话就是你需要再建一个微信号就是做一个什么小助手之类的 得有人专门负责这个事情 但是目前来说家人对对对对对 我之前就干这种事情 特别烦 哎真的是 对所以就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还没有一个人来做这一个角色 哦 我觉得如果有有听众朋友们愿意就是可以联系我们 就是就是嗯 对但但前提是 小助手对对对对对对但前前提是可能我们也比较熟悉知道大家在干什么就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呢 可以把这个角色呃安排给给你然后你来负责进行这种这种这种management就好就会好就会我们就可以有交流群了 对但但但除此之外就是因为我自己不想做这个事情所以就 感觉比较烦对如果有的话肯定会会好一些 那那至于在b站录视频的话呢就是呃我我个人的想法是 嗯我觉得不太会因为这个视频其实剪辑他要比音频要麻烦很多 就我们本身都是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做这个事情就呃而且视频是有比较有难度的嘛 嗯所以可能至少我目前还不太不太想但是有那种录屏的视频就我之前有做过放在YouTube上会好一些 嗯但还有就是b站的这个氛围 我目前来说不太喜欢就包括今年回国后也发现他们哲学圈有一些什么讨论 或者论战之类的我都觉得挺无聊的就他们干嘛还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对你自己好好读读书 认真的做一些生产的不挺好那个天天在那儿啊对而且还有再加上可能对我也跟回国有朋友聊过就是说哎这两年好像确实国内这种对于理论的兴趣好像激增了但嗯 b站的我觉得b站的观众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准备好或者说可能对于这种东西他的接受程度 不是不是不是不要不是不是不是很成熟吧就可能还是一种粉丝的心态来投入 所以我觉得可能暂时 至少我没有考虑就不知道小白怎么看对我也没有考虑因为我觉得要露脸对我来说很尴尬嗯我觉得露声音就每次去做休诺回国来听我已经很羞耻了然后这个露脸的话我感觉我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说有一种直觉就是感觉是有一种色情话就不是真的那种色情话就是说你一张脸摆在那边你总 你会不会接受别人的一种想象啊或者说什么义音啊什么之类的对没错 他就把加一层粉丝的滤镜就是嗯是的这种东西会让我觉得有个人觉得有点干扰吧但是我也没有说就是包括有些人在b站我对我感觉他们那个声音或者说是怎么样的都会有一点就是自己的特点嗯就是有一些贩卖的点所以能可以让他们这个 就是有很多固定的固定的听众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好像还是注重更注重一些就是分享之类的他可能我们做这个应该也是希望听众把注意力放在那个就是内容上是是是也没有也也没有人当我们的粉丝所以我觉得这也挺好的没错 因为有粉丝就有马力酥嘛就有你也有逆酥嗯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没办法避免哎对哦本人不想卷进去但是这种录屏的视频是ok嗯是而且就是他其实也牵扯到一个媒介的问题就是podcast的这个video他还是两种不同的媒介就是一个是就是以声音为主嘛一个是以图像为主 就就就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呃就就包括其实之前那个三连出了一期谈论播客的就是他虽然说他可能谈的比较浅但照他那个那个点选的是对的就是说在这种一个这个时代快速快三的时代就是说播客他是有一种让你慢下来的一个一个东西对吧就是所以我们 至少就是会觉得这种图像的东西他太太太转瞬即逝了包括太太太轻浮了就是对这种这种情况他可能并并没办法很好地去承载我们这些内容一方面他他比较难以制作那一方面如果说就是其实现在网上也很流行那种有一个女生然后长得非常好看让他在那读书给你讲然后大部分人都不看他的读书都在发弹幕说哇这个什么好好看对这种这种这种事情就搞得非常 非常地奇怪了对吧就肯定我们不太想做这样的事情再说吧可能这个不是我们目前考虑的对对对那那我读一下我先读一下下面的问题好吧嗯嗯好这个刚才的那个提问叫笑抽然后下面叫做什么闹卡哈就不太会读啊然后他写的是前辈您好我刚我是刚毕业不久 我并非相关专业的学生我自己却是毕业后这段时间开始对文化研究很感兴趣也准备考研我本人专业可以说与这些毫不相关我想问一下进入文化研究可以从什么开始有什么学习方法学习一个理论到应用该怎么入手或者说怎么把理论带入常生活而铲除当然我也具备一点点理论基础还有就是目前国内关于文化研究的期刊杂志有什么推荐吗 希望贵刊能够更新一些批评应用或方法论然后希望公众号越办越好嗯那那这个是文化研究的呢就我先来回答一下吧就是呃嗯其实大多数这个听众或者是对于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你要知道就是因为至少在中国吧可能有有很少一些国家和这种学校他有本科是叫做Culture Study这个项目的大多数 是在本科是不设立文化研究这个项目的所以包括中国也是你可能本科没有这个专业那所以就就无所谓嘛对吧你你感兴趣就来读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大多数来学这个东西的人都是靠自学就是只是因为感兴趣然后就自己读那些理论相关的东西然后会把这样理论相关东西应用到一些具体的文本案例上那那有一些很多可能是从 中文系出身的朋友们但是中文系本身其实本科也不太做这样的理论训练包括你是法语系出身吗可能还是偏语言多一些那其实本身跟文化研究不太相关就是文化研究从从从基本上说它其实已经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和关注嗯关注关注关注视角的问题就是我们关注文化这么一个东西虽然说很多是被放在中文系来进行研究但是同时他 他也需要被独立出来就包括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他都独立出来不跟文艺学不占边所以就呃大家其实就不需要太关心或者是呃可以太太关注就是是不是本专业的学生无所谓我也不是啊我本科读语言学和哲学的然后来读文化研究包括像我在鲁文就是几乎没有人的专业是读这个东西大家可能来自什么历史啊艺术史啊做文化史啊经济啊什么都有 就来读就好了你喜欢就来嘛对然后那该怎么去去去去从这个理论到应用呢就是呃这个就我觉得分几步走吧就是呃首先得先那个呃把这个理论得读明白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就包括可能我本科的时候理论还读的不是很透彻那就算是不得对理论读明白是一个 一个一个研究方向对对但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保持对于现实的兴趣就是尽管可能呃大多数学生就是在刚开始学的时候只是把这个呃理论词语简单的去应用到现实上这个也也无所谓就是本身这也是一个练习的过程它不重要的呃那至于就是说有什么期刊杂志我我觉得就还是看一些书比较好就是我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读这个journal读这个paper就是我觉得他们写的 就是因为比较有限嘛所以你呃当然可以快速的去了解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你能找到一些好的这种这种书籍就是他也是挺他是比较有帮助的呃呃呃那我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嗯好我觉得嗯如果是考研的话我觉得你不应该来问我们因为考研说到底还是一种系统化然后垂直化的一个 现状网网络的东西但是我本人做研究的路径是一种就是欧黑松大了就是比较平面化的就是说我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就是什么东西有和我的领域有一点摩擦和交界我就跳到那边去看一看不是我觉得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一种逻辑然后宝廷在那个不可理论里面也有讲过就是digital thinker和enology thinker不知道有没有读对啊的区别嘛 就是一方面你是digital thinker它是从一种系统的角度去有一种建立有一种树状网络这样子你去学习这个东西然后它很讲究一些逻辑思维啊一种连关性但是你如果是一种就是类比的手法或者说是一种比较的一种analogy的一种方法的话你其实是寻找一些事物的共同点然后你可以从这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我觉得 就这样没有什么问题我个人可能是偏向于后者的嗯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系统化考研啊因为我个人觉得考研还是你要对这个东西很很系统化了解的对嗯然后如果你是非专业的话我其实建议你觉得你从你感兴趣的话题出发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对这个哀悼和忧郁就是这个话题很感兴趣那你可能先去读弗洛伊德然后再去看 嗯巴特勒对于这个哀悼和忧郁的理解就是每个然后哀悼和忧郁这个理论是怎样运用到政治批判上面的就它你自己去寻找一个点切入然后画一条线出来嗯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更加有有意思一点嗯是嗯然后就是就像之前有我对你说你说就像之前有人那个我去我做那个音乐的一期播客就有人经常问那个 那两个音乐人说怎么系统的听歌然后他们受到这个问题都很懵逼就是你你自己开心就好你为什么要被一个系统PUA或者说是被一个高高在唱的东西所震撼住呢就是我永远没没没办法明白这一点嗯我个人没办法明白这一点我就觉得如果你有兴趣然后就是想来这方面我不知道你是想大当大师还是当一个爱玩的一个兴趣爱好 嗯嗯反正我是不想当大师我就觉得我自己感兴趣的点切入就好了对然后关于那个也杂志的话其实我还蛮喜欢就是汪明安做的那期生产好像是跟那个民生美术馆合作的一期杂志他有好多好多然后他其实每一集都有一个固定的介绍的一个哲学家还有一个固定的话题的理论吧嗯我我推荐如果你对法国理论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这个生产对生产这是我知道的然后其他对生产其他的话我都看法语的所以我不能推荐对生产挺不错然后有我们俩其实都没有在国内读研究生啊所以不太熟悉考研但是我知道的情况就是说你得去看你要考哪个学校然后那个学校一般会给你推荐那个必考的一些书目就是推荐书目你把那些书得读明白了还有一般就是一些那种 先当代就文论那些就名词解释那些都是需要下一些功夫的确实是你得来就可能就经过那种考试的人他至少怎么这些基础东西比我们强就我们就没经过就很多东西让我们去解释可能我也不是来不太能解释清如果跟自己研究没太关系的话对所以这个就跟你那个学校你去问他们会给你那个list对嗯那那下一个 这个问题你来念吧然后回答一下这个魏语叫做魏语筹谋的读者说主播们好我是从小宇宙F里开始关注的很喜欢节目有几个问题想向你们请教我目前是上班族或者说是新工人人格形态是IMTP家庭小康W中产家里独身资不如我读过一些法兰克服 科兰克服学派的一手和二手的资料粗浅的也知道了一些法兰克服学派对于现代性和大众文化的理论高中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贺就是什么贺须利贺须利这个字是不是读学应该是吧对贺须利的美丽新世界和冲泛美丽新世界大受震撼惊叹之余又有些羡慕感觉这种充满感官刺激的生活也挺好的在我工作之后经历了生产娱乐休息再生产的循环回家想看一些可信而不可爱的 但是坚持下来总觉得雨总想着娱乐和休息问题是美丽新世界里充斥着的感官刺激和生活值不值得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我从两个方面开始回答吧我就先回说第一个问题第一个是第一个方面我想从就是你的时间的应用的问题来看其实这还是一个 朗西埃研究的问题吧就是你在理想国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工人的身份或者是artisan手工业者的身份你可能没有时间把目光移至到旁边去去享受一些就是思考或者说是观赏风景的过程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就是你工作了非常非常累了以后就是只想回家看吃吃一些垃圾嘛就是我自己我也会刷一些就是硬撕的快手的那个 搞笑视频看就是土味视频看我觉得有你工作的时间特别多然后特别累了以后这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想法然后但是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是不是你会被分配在一种治安秩序里面就是说这个治安秩序也是我之前经常讨论的问题嘛就是你经常你你处在一种你在什么位置就做什么事情的一种逻辑的框架 就是就是你无法发现有点累去思考就是自己的位置之外的事情对对就像对吧你拿到了牛丁的offer然后你就感觉思考了一下哎我去开个过山车不错是对这就打破了这个治安秩序了嘛 嗯反正就是一方面是因为确实我能理解应该就是很累就是你脑力劳动和体育劳动剥夺了你的很多经历了以后回家可能就想娱乐和休息我自己也可能会这样子对对肯定另一个方面对是的 另一个方面涉及到的问题是美丽新世界对就美丽新世界本身它就是人就是分等级的嘛就是你是alpha beta好像omega什么的就是你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那种治安秩序所以你被规定好要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然后社会的一些感性方面反映的是你就在那个位置上它没有有没有用另一种方式去反映你的生活就你的生活已经被固定的书写了就是某种程度上而言 所以所以所以我觉得其实美丽的新世界挺恐怖的呀就是你万一你你被分配的不是alpha和beta呢万一你分配的就是最底层的那些是说omega什么之类的嘛嗯就是那你那你不就是处在你就是要当一个工人吃饱的睡呗对 嗯另一个问题是另一个角度我想说一下啥叫感官自己的生活啊 就是据我理解那个这里面它是嗯就是它我我只看过电视剧美丽新世界就拍成一个偶像剧的那个电视剧 就是有个人从那个天台上面跳起来了然后那个有一个长首领长官什么的他看到这个场景然后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刺激然后他吞一个药丸就立马就平静了我记得是有个这个场景 嗯其实这个就是所谓弗洛伊德的一种快乐原则就是你每次都想办法 把这种感官刺激调节到就是刺激调节到最低就是你把焦虑值和感官刺激调节到最低我我认为在这里面是一种 这在这个世界里面它的设定是一种每个人都遵循快只遵循快乐原则生活的一个状态就是有一个调控者他会把你的这种感官刺激 只都降到最低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要去反问他超越快乐原则的是什么是是爱和那个生生 就是爱和死的一种趋利以及死亡趋利那你这方面你就可能没有爱欲了因为你要知道爱欲是什么是什么是可能是 两具身体的时候相撞触发的一种你超出了你感官掌握的一种那个就是你自己去想一下啥叫一见钟情 那你就缺少了这方面的维度了因为你走的就是一种相亲了什么叫相亲相亲其实是一种很效率的资本主义逻辑 就是你确定好对方的家庭就是绅士以及他的这个人的配置是个怎么回事 然后你相安无事的跟他确认过你觉得可以就是说你匹配值还蛮高的那就在一起吧 你这方面你的你的感官刺激在这个时候其实是降到比较低的一个维度的就是你遵循的快乐原则 很合理了为了你的beyond at就是你的就是所谓的好然后生存下来 但是你却缺少了一种就是生之欲的一种维度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没办法感受到一些很爽的事情 但他可能就是你觉得好的也是因为他避免了你去朝向一种死亡趋利迈进你 因为在死亡区域里面你是通过一种重复的方式去老是想要恢复一种 接近死亡的一种状态其实他朝向的最终是一种死亡 你可能会害怕这种东西我个人觉得就是太多的享乐反而会让你感到害怕嘛 就是他接近的一个方向是不好的可能你想排斥这一点 但是我想说那你也其实也排如果你只在这个快乐原则里面运作的话 你也排斥了A-Horse的维度 我个人不想这样子 对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就是其实我倒也没看过这个美丽新世界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跟那个传统的对于这种洞穴预言 反乌托邦小说 对对反乌托邦这种洞穴预言应该很接近吧 就包括像就像黑客帝国现在不是第四部上映了 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都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他基本上是遵循着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些感官刺激 它是不是真正的一个感官刺激 而是说被控制的感官刺激 对他如果是被 就是快感和享乐的区别我觉得 他如果是被快感和享乐是有区别的 对他如果是被控制的 比如说要么你是在洞穴当中 你看到的这个shadow这个黑影对吧 你以为它是真实的 那或者说是在matrix当中你看到的这种东西 你也以为它是真实的 你也能过得很快了对吧 但一般的这个哲学讨论他就会说 那基本上他这个东西是一个是两个 一个是真的吗 就是是real对吧 是是是一个truth还是real的东西 那就是reality一个现实 那另外一个讨论的就是关于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之间的讨论 就是说你是愿意放弃你本身的一个自由意志就是被决定了 你装到这么一个这个水桶当中 然后你插上你的电极你可以享受 或者说你进入了一个这种享乐的或者是快感制造机里面 你去被制造 当然你也能过得很开心 但是这个它它似乎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很多东西它不是你主动去取得的 对吧 包括这种痛苦你也这种痛苦伤痛 它也不是你自己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 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未来的世界会发展成哪样 很多这种赛博朋克的它的一个想象 似乎就是说那好像一个极端的这种高度发达的科技社会 我们现实当中其实相反是一个非常贫瘠的 而你只有在这样一个技术的元宇宙的这么一个世界当中 你才能过得丰富 那也许到未来就反过来的呢 说不定真的是这个很难说 但是至少目前来说 可能你还是可以去抓住一些自己的这种自由意志或者主体性的东西 对它这部分其实让我想到那个巴迪欧的爱的风格 还是翻成那个爱的四重奏 就是《Eloge de la Mou》那本小书 然后它里面就讲了就是相亲跟爱的虚别嘛 它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它把这个相亲 把它比作成那个越战 美军越战的一个宣传 就是说在那个越南战争的宣传里面说 我们美国人有最好的武器最好的防御 所以在这种你参加了这个战争以后 你的托骂就是你的创伤是零 就是为零的 就有一种这样子的一种神话 你可以把所有的敌人都干掉 以及但是自己不被干掉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干掉敌人那个创伤 你也会有就是震弹症什么的 对 你去杀死一个人 或者说你见证一个人从台上跳下来 你不是那个跳下来的人的亲属 但你看到就意味着创伤已经去产生了 你就已经有一种可能的死亡区域的维度了 就是这个创伤没办法被你给 就是解释到你的就是解释清楚 或者说是在你把它安置到你的符号链里面 所以它就产生了一种动漫 这两个维度才造成了你是一个人嘛 你是一个有情感 不然的话就感觉就是一种极其了 没错 对 但我不知道啥叫可信啊 不可爱的数字 嗯 这可能 就是说 就是告诉你一些现实的残酷吧 也许是这样的 哦 这样啊 那这个问题就过吧 他第二个问题是尽管我粗浅的了解了一些大众文化理论 但人会沉浸其中是我 我的认知不够还是 理性无法指导我的生活 就是说他了解了文化理论 但是还是会被大众文化捕获 就是为啥他想问 你回答一下吧 对 可能 因为我现在就是目前还没有进入一个这种工作的状态 就是如果是在学生状态 其实可能还比较 就是你没有那么累 就至少没有那么累 就是因为你的这种娱乐消费 他其实就是在这个再生产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对吧 他不然你没办法去回复到一个你本身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说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读这个东西 那我们可以比如说走到这个奢侈品店 我们就他进行这个批判 对吧 然后或者说我们坐在shopping bar里面 我们去进行空间批判 这个其实他都是一个 他好玩的 他也是一种姿态型的东西 因为我们可能本身就我们做这样的行为 他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再生产 就可能我们在上学里面 或者在学生里面呆累了 那我们就出去逛逛街 逛逛街可能吃饭了 然后再进行一些批判 那如果说就是 你因为工作以后 你即便是懂得这些理论 但是你还是会对这个东西沉浸其中 那可能就是我觉得它肯定不是你的问题了 而是说你处于的就我们处于的这么一个资本主义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他告诉你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就是把这个东西隐藏在这个消费啊 这种享乐之中 就是似乎你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嗯就是多做一些 呃就是真真正的一些生产性的活动 就是因为就就我们再回到一个生产再生产这个方式来嘛 就是说就是呃其实 其实我们的很多人在工作期间 其实做的这个生产 它不是真正的生产 就跟之前呃你在跳到呃 你这样工作做这种重复性劳动对吧 或者说我们说这种bushy job 就它不是一种呃真真正的生产 它它是一个虚假的生产啊 我会这样认为呢 因此你通过消费来进行再生产 所以它生产消费这是一个pair 那如何就是进行一些真正的生产活动呢 其实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你 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搞艺术的 你做一些艺术创作 或者说像我们所有人一样 我们都可以呃进行文学创作 或者说去思考一些问题 这都是一些真正的生产 就包括我们在做这样一个例外状态这个节目 对我来说就是前几年可能本科期间 我们是写公众号文章 但到现在可能更喜欢用这样的一个声音的媒介 这样一谈话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一个创作生产 呃它它对你来说都是很有充实性很具有意义性的东西 因为可能单纯读书它还不算是一个生产的东西 就是你要写出来或者说出来 你要跟人交流 嗯 我我会认为它是一个有帮助的方式吧 对因为我觉得创造是一件比较快乐的事情 也不是说你真的需要像什么本雅明一样写一本书啊什么的 但反过来比如说你录一个vlog 然后记录一下自己的一天的生活啊 或者说是你对某个问题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就发布一个十分钟的视频 或者说是写一条状态 我都认为其实是在生产 嗯 而且我完全能get 因为我之前也实习过 就是非常感那个晚班车回 晚高峰回家特别特别累 就是脑子就已经感觉被剥夺一样 所以这跟你有没有理性 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对 对 因为人不可能是一种每每个时段都全能的一种状态 就是不要有这种恐怖的幻想 嗯 没错 那就单单纯就是lame的 没办法 对 然后其实我们也顺带回答了下一个问题 就是下班后身心疲惫 对下班后 如何能够保持学习的习惯 就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我想说一下 就是说你不要认为这是在学习了 就是对吧 你已经工作了 就哪怕在学生时期也不要 就是不要认为学习是学习 而是一种你把学习当做娱乐是吧 你把学习当做一种有趣的事情 就他就不会让你觉得是你在学习 就其实我本科时候我听很多那种公开课呀 包括很多那种哲学的课程 就是我都把它当综艺节目来看 就是我觉得我是在娱乐 我特别开心 对 而不是说我为了去学知识啊 或者是考试啊什么的 这样 对 你可以看看就比如说就算你看电影其实也是在学习啊 嗯 就是你去看电影 然后接触一下别人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进入到别人的幻想里面看看这个世界 我觉得就已经挺好了 对 就是 嗯 那 还有最后一个 下一个吧 对最后一个问题 我来我来念吧 就是说 这个叫天晚晚 然后说您好 我是一枚在俄罗斯学习民间艺术文化的研究生 因为个人兴趣课程要求 我学习了一些欧洲的哲学思想 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训练 我认为我总是能理解某个哲学家的大体思想 但是对于详尽的文本阅读非常吃力 倘若与其他哲学家在该问题上产生联系 我总不能完全理解 我想结合哲学问题对文化现象进行基础的研究 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补习 嗯 这个好像跟之前的那个问题还有些接近是吧 有点像 对对那个 嗯 就是 嗯 我觉得他至少有几个问题吧 虽然说他是只是问了一个问题 但是他里面有几个问题 需要被拿出来单独讲一下 一个就是说 对于这个哲学文本阅读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就是说是在这个 与其他哲学家在该问题上产生联系的问题 还有最后是对这个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问题 那我分开来回答 那一个问题就是哲学文本阅读啊 其实呃 我们也尝试就是做这么一个工作 比如说我做了几期一种导读 一个导读复课 导读巴特勒 也都是以我们一个比较熟悉的擅长使用的方式 来对文本阅处理 就是说呃 帮助大家去进入这个文本 知道这个书该怎么读 他的问题意识是怎样的 然后他的 关联 他的逻辑论证是怎样 他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 嗯 需要去做这样一个工作 呃 文本阅读他 对 而且 我觉得我尤其文本阅读他不是 他他他是在读原著 但是你读的不只是原著 就是很多这个 就而且就 警惕中文翻译啊 一定要他妈警惕中文翻译 就是中文翻译里面 非常多的 有有问题的东西 对你不 不要 要可能你读不懂 他不一定是 就是 是大部分是翻译的过 对 但呃 但我我推荐的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像我自己读书也会 就比如说 呃 有几个步骤吧 比如说 呃 就我先 可能啊 比如说读读一个东西 就比如说假设读课法 就归信义惩 对 那这个书比较简单 你可以直接读了 那如果你 觉得有点难度 我们就去找一个导读 就是现在有 像拜德亚他们也出了这种 导读苏目 就思想家导读 他就专门有这个导读 归信义惩罚 你就看一下他是怎么读的 那同时呢 你在搜索一些英文相关的 一些研究的文献 那不管是paper呀 或者是他专门也是一些书 专门讨论这方面的东西 就是有 我非常要强调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去 阅读这种二手的研究 二手资料很重要 就包括像 比如说 这种各种的 就复刻的关键概念呀 或者说 剑桥的复刻指南等等 就是这些东西 你 都是其他的这个学者 当代学者 他们肯定 就是至少 我们谦虚点讲 他们肯定至少 比咱们读的书多 对吧 他们至少知道 这个当代的讨论是怎样的 他们是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呃 就是我觉得非常 我是个人的学习习惯 是很强调去阅读 这样的二手文献 才能够回头 把这个文本去吃透吃明白 那当然 如果你只是去 简单的去get到 他到底在讨论什么 其实你直接去读文本 应该是够用的 那 第二个问题就是 呃 那就是如果你 不知道 产生了什么联系 你就去读就好了 就是 你就 对吧 你看到他跟谁发生关系了 你再去把 这个谁的相关的东西来读出来 就比如说我在做研究的时候 呃 呃 比如说我在写一篇 关于福哥的这个权力的论文 那我知道 至少德勒兹和这个阿甘本 都对这个东西进行回应 那我就去读一下他们的回应 以及他们是怎么批判福哥的 那我就知道他们的关系是怎样 那我在写朗西埃的这个美学的论文的时候 我知道朗西埃的呃 美学方面大量的接见了 这个这个这个康德 那因此呢 我必须得把康德第三批判呃 的这种四个审美的环节 我要搞明白 那就是呃 你如果觉得你低下不了 或者说这个东西很重要 你就去继续顺利之号路 你就走下去你就知道了 你就把这个路走通了 那至于最后一个就是说文化现象的研究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补习 那我觉得如果是最基础的话 你就是找一些文化研究相关的这种导读书 或者导论书 你可能就知道他们都会用怎样的理论 要这样理论会用怎样的问题 如何进行思考 最简单这样 那之后呢 你就有新的问题关注了 你可以找相关的一些专注的研究 你来看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大概我是这样想 嗯 我觉得是 他说对详细文本的阅读非常吃力 其实你要知道每个人都非常吃力的 只不过你看到的他们的样子 都是已经学成的那个样子 所以就没有 我觉得没有天才那一说 都是那个他自己在背后默默上其他老师的课 你没有看到而已 对对 那些对比较比较厉害的在那边讲 我觉得什么复科啊 读乐词什么的 他人家都在一大啊 什么一些大学 那上了一年的那种关于这方面的课 那人家肯定是被老师灌输的那比较好吧 嗯 就肯定会比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读那个 就是要轻松一点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你首先在心态上你要调整 就是每个人读详细的文本都是非常吃力的 就我自己也是 但只不过就是有没有一个领路的 或者说是一种导读一样的区别罢了 就是说你确实跟就是刚刚大海推荐了一些导读的书 可以从这方面看 还有就是就是你不要不要怕这个东西 就是你 我我觉得很多人问问题 嗯 他们都有一种就是说 我要把握这个大体 总体的思想 然后我要系统化的去学习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反而是一种枷锁一样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你可以找自己感兴趣的趋路点 就是切入点 你本身就对这方面有话要说 然后你再去找一些黑黑豪 而不是说你本身对这个东西你就不知道要讲啥 然后你就把就是别人的话就是复制粘贴 然后成一个文本 我觉得对于研究的这个创新性讲好像没有什么贡献 所以首先是你自己先感兴趣 对不一定说我觉得康德很厉害 我就把他的三个批判全部看一遍 嗯 就看的人多了去了就好像 你搞研究也搞不过他 我个人可能比较偷鸡啊 我就觉得你做你自己最上一套的事情比较好 对 而且就是还要就是带着问题出发啊 就是你有针对的问题了 你去接触这个文本 你的收获是很大的 如果你啥问题没有 你就是哎 类似于要经典阅读一样 我要来get这个伟大智慧 这种古典心灵 那他妈扯的就是对吧 你没有你自己的问题要去问他 他也不会告诉你什么东西吗 对吧 嗯 我之前比如说我之前对昆曲就是很有兴趣 然后我看到法国这边搞汉学的人去研究昆曲 还有人用拉康的那个画和 拉康对达勒就是画的这个想法 带到那个桃花山里面去讨论 其实我觉得因为就是从 就是法国人以自己的东西去看 你也可以以你自己了解的 比如说中国的文化去跟这个俄罗斯的民间艺术文化做对比 不一定要去求助一个哲学思想 因为你知道哲学它起源本质上还是西方 对 我之前在跟那个医院的那个精神分析师老师 谈聊的时候他说他觉得 就是说去来中国来学习精神分析的人 他说你们为啥不在自己的神话 或者说是传说里面去找一个阿迪布斯的形象 就是为什么你不去发明和探索一个中国的俄迪普斯 因为俄迪普斯 它本身上还是一个就是 希腊神话出来的东西 嗯 你可以去找一个就类似啥 女窝 女窝 女窝补天 还有什么 坛鼓开天 披肌类似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探索到 就是去 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进入精神分析 我觉得他提了一个比较好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被解决 但是你不一定 要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去 聊这个俄罗斯的民间艺术 你可以挖掘一下你自己很 很original的东西 对 有道理 嗯 那最后一个他没有提什么问题 他就是感谢了一下 叫反本开心 他说感谢你们分享有关文化批评理论的前信息 很有独特性 感觉到新颖 新锐 眼前一亮 感觉主办者很有活力加油 非常感谢这位听众 对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很有活力 为什么呢 大家都被摧残 都被摧残惨了 就是很 就是压力 也会比较大 每个人的 就是你做播客 你只看到了我们的成果 其实是大家都一样 都有非常累的时候 也有读 读书读不下去 想摔书的时候 嗯 没错 嗯 对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些 就是结合就是综上所述的其他问题 就是 其实大家问的问题都是 怎么去切入一个哲学家思想或者什么的 嗯 就从我个人经验出发 比如说我去看拉康 我会觉得呢 就是你国内能接触到的拉康的 就是学习资料 就包括B站上的人做的视频啊 B站上的人写的小文章 或者是知乎人的回答 我感觉就是看着拉康觉得很无聊 你知道吗 嗯 就我个人觉得是男性视角的拉康 就是一个 非常想要就是给你一种 就是你加入了我们这个群体 你就有一种拉康派的identification的那种感觉 嗯 一种认同感的一种东西 就是你知道了这个密文 你能解读出来这个密码是啥意思 OK 你就是我们拉康派的一员 不行的话你就被我们排外 因为你看你这个欲望公式 你也看不懂啥意思 你先去把这个公式都看了再说吧 我觉得这样子拉康就感觉像死了一样 嗯 但是我读拉康的时候 我觉得它很搞笑的 就是它有很多话都特别搞笑 比如说什么主 呃 主人都是傻逼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 说女人就是在诋毁她们 说当我们说女人 因为它说的是 on die femme on die femme die femme是一种那个 诋毁的意思 在污名化的意思 它用的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 有点像说唱 然后说出来一种很搞笑的 punch line的感觉 对 这种是我自己在读文本的时候 获得乐趣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体会到一种文之乐 就介巴特的词 对 体会到一种文之乐的感觉 而不是好像特别受苦受累的接受别人 你不懂这个公式 你读不了拉康的这种PUA 我觉得 那种是我基本上都会翻白眼 觉得 那你就你以为你自己的拉康是公式大嗜好 嗯 对 虽然它那个公式确实有 它那个拓铺学的一种维度的考量吧 但是它也不是拉康唯一的东西 你就去看它一些很搞笑的点 然后看它怎么说rap 其实我觉得更好玩一点 对 对 你就是 但是如果不是在 就是包括是学习了 就是其实它也分那种 你跟你研究相关的 你的主线和你一些兴趣的支线 那你兴趣支线这方面去接触就是 你什么东西可能给你带来乐趣 你觉得很enjoy 你就去做就好了 你如果这个书你读不下去觉得太痛苦 你就不读了呗 对对对 嗯 你觉得太痛苦太累了 不一定要把就逼自己读下去 没错 对 你可以找自己的喜欢的角度吗 比如说你喜欢说唱 那你就去用一些你看过的东西去想一想 这是怎么回事 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写出来一种 不就是像是专业论文训练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种东西你交作业或者发表就好了 但是你平时讲话如果这个样子 我个人会觉得有点无聊 对 不要拿大学的结构和话去PUA 是是是有道理 就是反正也要对本身你学习到这些东西 要有进行这个反思和批判的能力 对他所有东西都不是真理 对 对 只是我们现在可能把它当 就是至少现实当作一个工具一种视角 他确实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他有用 但也可能也只是适用于某些层面 对 他不觉得没有那么普遍 那我们 我跟小百的这个环节 其实就到就到这了 就接下来呢 就还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新的这些在地主播的一个介绍 然后还有是我们可能会邀请一些 这个例外状态的朋友们来写一些 呃 对我们的这个期待和寄予 嗯 那 咱们俩 就 我们俩的part就结束 对 ok 大家好我叫张子玄 我目前居住在瑞士日内网 是联合国家民署UHCR的一名实习生 我的硕士背景是社会与文化人类学 因此对人类学的广泛议题都有着一定的关注和兴趣 我关心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移民难民议题 性别议题 比如亲密关系和约会文化 教育人类学 后殖民和发展人类学 加入例外状态有一定的契机 这个契机主要得益于我在日内瓦独特的生活体验 这种生活体验主要包括浓厚的国际组织的文化和氛围 日内瓦有着40多家国际组织和700多家NGO 所以在这里我遇到了一批有着社科留学背景 致力于国际发展事业 目前正在联合国或者是其他国际组织实习工作的人 我想了解他们的故事 他们为什么加入国际组织 以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以及他们对于发展议题和人道援助的看法 我对于全球在地化的理解比较直接 我希望我们播客在未来可以成为一个全球在地化的播客 能够在中文社群分享更多跨国身份下的在地体验 全球化或在地化是学界一直争论的话题 例如全球化是否消弭了文化之间的界限 催生了一批叫做全球公民的阶级 例如我在日内瓦遇到的expects 事实上他们在成为国际公务员之前 就已经是一个全球自由流动的状态 而有着全球公民的资格也促成了他们 进入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 我希望而我希望我们的播客的全球在地化强调的是跨国身份 这种跨国身份携带着看问题的多元视角 所以我们的视角不只是中国如何或者是欧美如何 不只是在二元的夹缝下生存 而是从理论出发 站在第三地带的边缘批判的看待主流叙事 也可以从在地体验与理论的结合出发 例如在联合国难民署的经历 让我将视野投向更多战乱地区 比如说非洲、南美洲、东南亚或者中东等国家 而作为一个从Global South来的学者 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组织工作 是如何进行这种去殖民的经历的 而去到Global South进行国际发展援助 有着和从Global North到Global South 这一套趣事和practice下面有着如何不同的视角 这些都是我接下来想在节目中探讨的话题 大家好,我是于冰 现在是温哥华这边的在地主播 然后我的学术背景呢 就是我本科的时候是在洛杉矶 所以读了艺术史和经济 之后来到温哥华加拿大这边 又读了一个艺术史与策展的MA 现在是在温哥华当地的一个画廊做策展 以及相应的这个搬砖工作嘛 这次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一周年的活动跟大家聊一聊 我感兴趣加入例外状态这个节目呢 也是当时是受鬼爵子邀请嘛 然后有机会参与到这个节目中来 要说原因的话 首先那肯定是因为对议题的兴趣嘛 有点然后现在是毕业之后 怎么说呢 很难以这种seminar的形式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都觉得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另外就是我会很珍视录制节目 播客节目的这个过程中 能组建起来的这些关系 有一种组建社区的潜能 然后建立更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认识新朋友 然后这些是我非常珍视的一些东西 然后对节目的期待的话 其实对我来说 这个节目录制是一个比较有机的事情 如果说以我作为温哥华在地主播的话 那我的小目标呢 肯定是保持每月一期的这个更新频率 然后组织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然后剩下的呢 我倾向于看看how they go 让更多有机的随机的 或者是更美好的东西来自然发声 我是希望听众朋友们 能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 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是精神共鸣 归属感 或者是认识志同道合的新朋友的这样的喜悦 因为这些其实也就是 我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 能想与大家分享 然后我自己比较关心的议题 那基于我的这个背景嘛 我肯定是比较关心当代艺术领域 或者说中国当代艺术 然后由此切入的这些 不管是多元文化呀 少数群体权益呀 这些社会议题 它都是掺杂其中 然后我们另外就是肯定希望 以温哥华这个地方 为出发的一个视角 联系到更多的全球问题 然后组织到更多的这样子的讨论 那我们这个 这一期也是谈到全球在地化嘛 这个概念 如果说我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概念 可能会需要一些学科的支持 全球化作为一个miss 或者说通行的大潮来说 逐渐是已经在丧失它的合理性 和令人信服的能力了 然后近些年的讨论也是非常多 尤其是在这两年的新冠疫情之后 可能有一些逆全球化的这个迹象在出现 引发了非常多的这些讨论 这几十年嘛 全球化所带来的弊端也是不见在凸显嘛 不管是这个经济和文化霸权 还是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如果以我个人视角来说 如果说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这个概念 都是把它分成两部分来看的 一个是全球这一个部分 我觉得是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 他们的生活文化或者是目前的困境 我们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和认识 一个对他人的尊重 对生命和生活形态多样性的尊重吧 然后另外是后半部分 全球在地化的这一方面 我觉得它是对于全球 或者是这样一个宏观叙事很好的补足 就是我们归根结底 还是要睁开眼睛去看周围的人 面临的这些困境 实实在在的一些真实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怎么说相互联系 然后相互平衡的一个概念 在这个年代找不到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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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读博士 然后研究方向主要是批判理论 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这一块 谈谈为什么感兴趣加入例外状态 其实我跟鬼爵子认识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我们在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了 到现在应该有五年的时间了差不多 我们刚开始是在做表证于你像这个微信平台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文字工作开始做起的 对 然后在做微信推送的时候 我参与的比较多一点 会经常写一点东西 然后发到那个公众号上面 后来我们就有一个转型嘛 就从文字转到了这个播客的这一方面 后面我参加的就稍微少了一点 对 然后再加上那个鬼爵子在国内 然后我们联系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一直以来就 播客这一块就是忠实的听众 但是没有去参与到制作过程中 但其实我跟鬼爵子一直都有 就是这方面的交流 然后也一直想做几期节目 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就耽搁了 所以对于节目的期待 其实也是对于自己的期待吧 我也希望能够把自己这段时间 积淀的一些思考 然后包括我硕士论文 我们做的内容 还有博士阶段想做的一些东西 要结合进来 然后跟各地的主播多交流一些 那我自己比较关心的议题呢 当然也是那个 偏理论这一块 然后主要是法国理论 然后我自己的 说出的文作的是 后现代女性主义 比如说Julies Butler和Donald Haraway这一块 可能下一周吧 我跟鬼爵子 会录一期跟Battle有关的 这样的话题 因为在国内的话 对Battle的理解 大部分还是不在这个 性别这一面向 然后因为库尔理论 他在库尔理论这一方面 确实比较出名一点 然后大家谈到他也就是 谈操演比较多 但其实在Battle的最早期 他还是做德国古典哲学 然后包括法国理论那一块 他做的比较多 然后到进入那个00年之后 他又有一个伦理转向在 所以至少我们关心的Battle只是一个面向 但他至少还有其他两个面向 可能这个也是我之后想做节目 第一期节目吧 可能会想谈谈这个问题 然后之后我在北京的话呢 也想就是说 多认识一些那个在京的一些朋友们 大家有时间就一起和咖啡录录节目吧 我们已经联系了一部分 比较有意向的朋友了 那么他这里给我们的最后一个话题 是谈谈对全球在地化的看法 我觉得全球在地化这个词 对我来说比较抽象 因为我基本上都是待在国内 然后我对这个这个理解也比较感性一点吧 对就像其实我跟鬼月子 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 但应该只见过两三面 但是天天基本上天天都有交流 然后也会经常就是打电话 沟通一下想法 聊聊最近看的书什么的 包括我在做说说论文比较艰难的阶段 然后也跟他聊了很多 那当时他最开始说他在加拿大 然后后面去了比利时去鲁文 念文化研究 然后后面又去法国GAP了一年 其实我对这个全球在地化的感觉 就是跟他联络的感觉 就好像把这个主播到处在待着 但是我通过手机就可以跟他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吧 对 然后也能够做一些及时的思想上的探讨 可能播客也是这样子的 播客虽然它就是一个小小的APP 然后在每个人的手机里 但是不论你在哪个地方 哪个时间段 不论你处在哪个时区 我们都能够及时共享我们自己的想法 就像处在同一个空间一样 当我们戴上耳机 你就好像是真的跟一个人面对面的交流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真正的跟一个人面对面的时候 反而达不到这种效果 对 但是通过语音节目的录制 通过我们把自己的想法有条理的梳理下来 或者是跟一些人对话 这个过程中不仅逆间擦出柔和花 能够给更多的人一些那种思想上的刺激 还有一些情感上的慰藉吧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有时候听播客不一定是有智识上的需要 然后也有情感上的需要 就你会发现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然后在跟你不同的这个时间段的人 跟你有同样的关心的话题 你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有意义的 自己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全球在地化我觉得 它就是一个时空上的问题吧 但是在我看来 可能我们的播客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为这个时空议题提供一个小小的解答 我也希望通过我们各个地方的主播的参与 立位状态能够在文化传播上面吧 发挥出自己特殊的价值 就是这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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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珍妮 我是BASE在上海的主播 虽然我现在一期都还没有做 我现在是在华东师范大学 外国哲学系 所以公读博士 然后今年是第三年 所以是论文白热化的阶段 然后我同时也是一名策展人和艺术写作者 因为我在念博士之前是在当代艺术行业工作过四年 所以我现在等于是multitask 之所以想要加入另外状态是 因为之前 鬼橘子就是来上海想录播一期节目的时候 就是邀请了我 然后我很喜欢就是这种聊天的方式 以及就是将议题带入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空间 然后去探讨就是 更多的思想可能性的一种方式 包括我也很 Appreciate 就是鬼橘子可以自己一年 应该做了一年吧 就是长期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节目 并且就是他一直会带着他的自己的兴趣和热情 然后包括我也跟着他 了解了更多Synophone Study方面的知识 然后对于节目的期待是 我希望我能够在上海地区就是开启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虽然就是现在还所有的事情都delay了 然后我会希望就是可能年后可以就是正式的就是开启一期 然后可以慢慢的动员起来 然后大家然后一起让大家加入到这样子的一些讨论当中 我关心的议题是 因为我的PhD的那个研究的内容方向是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身体理论 所以我关心的议题包括Feminism queer theory body theory 和就是在地性的问题 还有技术化的问题 这几个是我这几年来非常感兴趣以及花了大量的时间 去投入的一些方向 包括这些大议题衍生出来的一些小的方向 以及疫情之后带来的关于vulnerability的思考 以及digital intimacy或者是effect theory这方面的讨论都是我非常关心的 全球在地化我觉得是一个实践当中需要经常触碰到的一件一个情境 但是我对于就是它的理论化我并没有非常的了解 但是我觉得就是全球在地化是一种就是 对于我们这种就是长期进行游牧生活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以及怎么样就是重整我们对于全球化与在地化两个概念的一个定位 我还挺期待就是可以有更多的讨论的 就这样 哈喽大家好我是Liz 我现在是例外状态在纽约的一名在地主播 那么我现在呢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电影与媒体研究数十一年级 然后我之所以感兴趣来加入例外状态是因为我在2021年五六月份的时候 参与了一期例外状态节目的录制 当时我是在温哥华和一些朋友一起讲一讲我们自己本人身份认同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节目的形式非常有意思 然后因为本身我也很喜欢播客这样的一种交流形式 所以当鬼爵子跟我说想请我加入利尔状态这个大家庭的时候 然后我也是很开心的答应了 然后我非常期待就是这个节目在未来能够联合更多的华人 甚至说是其他使用中文的群体 然后来一起谈一谈自己对关心的文化议题的这样的见解 然后也希望能够借此这样的一个契机 大家可以建立一个更大更广泛的一个全球性的华人群体 那我自己比较关心的议题是亚洲比较文学研究 那主要是聚焦在电影啊影视啊或者是其他媒体这样子的 那我个人对于全球在地化的看法就是globalization 我其实觉得localization是globalization的另外一面 就像双人间一样 那我对这方面的理论其实没有很深入的研究过 但是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的话 我觉得全球在地化是一个个体在完善 或者说这是一个群体在不断的汲取全球各地不同的思潮 来完善自己这样的一个思潮的一个过程 就比方说像我一开始作为一个华人留学生来到了海外求学 那这样的本身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看作一个个体的全球在地化的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另外状态这样拥有全球各地 包括说国内各地这样的在地化的播客或者主播 我其实相信它会给我们本身的节目带来更多的活力 然后也希望另外状态在今后做的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各位例外状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Jane 现在是牛津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的一名在独说实声 同时也是国内一个文化保护对NGO的理事 首先要非常感谢鬼爵子的邀请 让我能有幸加入例外状态在地化主播这个队伍里来 那说起和例外状态的相识以及加入的原因 就不得不提到2021上半年一款现象期的APP 我相信也有不少人听说过 叫Claphouse 在去年年初一起反复的那段时间 Claphouse的出现却是帮助了非常多 和我一样在海外的华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同温层版 那它给予了大家一种 跨市区跨地域跨学科实时交流的可能 我自己呢也和几位同好一起建立了Synophone Study 学术与读书的交流社群 每周在上面开始不同的讨论以及共读的房间 那在两三月份Claphouse的生态还非常活跃的时候 也有幸能和不少学界的大妈进行线上随时的交流 那我也是在那上面认识了像鬼爵子这样 一群有着共同学术爱好以及背景的学友们 然而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吧 人们也慢慢回归了自己的常态化生活 Claphouse也淡出了大家的社交圈 让我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当初Claphouse的设定 还是禁止用户录音的 所以有太多非常精彩的思想碰撞 以及许多令人动容的推行致富的那种瞬间 都没有能够记录下来 当我收到例外状态全球在地主播邀请的时候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种一群天南地北的朋友聚在一起擦出火花的一种可能性 所以我希望之后能和大家一起搭建一个自由开放 并且对人与世界都保有真诚以及温度的圣态圈 未来我也将邀请到有着不同学科背景的牛星同学 一起给大家带来多元的播客节目 目前我们暂定将涉及到类似于性别议题 中国的national identity 中国传统的当代意义等等话题 希望能在未来得到大家的喜欢 谢谢大家 嘿 大家好 我是孟楚 很高兴可以在这一次例外状态一周年的特别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闲聊一下 我是香港的在地主播 这两个月其实也已经录了两期节目 可能大家都已经听过了 当然好像这个小宇宙的有一期节目已经下架了 但是其实这个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形式 所以还在摸索和学习当中 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多提意见吧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以前是在一家内地的财经媒体做了几年的驻港记者 主要写一些财经类的新闻报道 那中间去了英国的Warrick大学 读了一个master 专业是这个cultural policy studies 就是文化政策研究 那回来之后呢 就是感觉财经媒体就已经不太是我的兴趣了 就觉得金融这个实在太boring了 就可能也是我太菜了赚不到钱吧 于是我就离开了财经媒体 然后后来也是误打误撞 在一家这个艺术的社交平台 就帮他们做香港的marketing 然后所以也接触到了很多艺术机构和艺术家 然后就是也近距离的去观察和真切的感受到了整个艺术市场 那现在的话呢 我是转做了自由撰稿人 主要还是给一些内地的这个媒体撰稿 主要写香港的文化 就我自己其实还是比较希望说两地之间可以多一些了解 少一些割裂吧 那然后说一说我为什么感兴趣来加入这个留爱状态的这个节目吧 那其实其实我吧 虽然我的这个master读的是文化政策研究 但是其实我读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不知道我读的是什么 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说 这个文化政策研究是什么 然后我们专业方向其实是研究艺术企业和发展 就是大概是说如何用艺术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达到 就是UNESCO Agenda里的这个17个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就是比如说什么没有贫困没有饥饿 然后性别平等教育平等 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环保啊 这一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那其实就是听上去虽然很水的一个专业 就是我们像我们对口的工作是NGO 但其实当然不仅是我 我们全班同学就是感觉大家毕了业都不知道自己学的是什么 然后当然你说就是比如说后志明理论我们是有读过的 然后性别研究 然后女性主义的一些理论就也在我们的Reading里面 然后像比如说什么布迪厄啊 就也是一个理论的一个非常的一个重点 那像我选修的一门课 就其中一整个学期都在讲符号学 但是呢就是感觉说学的东西很多但是也很杂 就是东抓一点西抓一点就很多都学了 但是自始至终在我的脑子里面是没有形成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比较框架的东西 可以把每一个东西放在这个框架里 那后来就可能也是这个缘分吧 这个机缘巧合认识了鬼爵子 那之后也通过鬼爵子认识了一系列文化研究和对文化研究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那平时在这个群里面就是大家聊的内容啊推荐的书啊 然后我自己慢慢读一读 然后才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研究的一个系统的框架 就是像是把很多这个杂乱的线 然后一根一根整理好 然后而且编织成了一件毛衣的这种非常清晰的感觉 然后所以我想我加入另外状态 当然就是说希望和这么多小伙伴一起多一些交流和学习 那另外呢就是香港这个地区就是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后殖民的 就是虽然现在是去殖民化的这个趋势非常明显 但是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研究价值的一个地方 有很多有意思的点 就是像我自己在香港已经待了快七年了 就尤其这两年疫情吧 我一直困在这个岛上 就更加促使我去深度发掘这里的一些 一些民俗文化 然后一些像一些heritage 一些包括一些不太容易被看见的东西 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有很多话想讲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动力吧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对大多数 对绝大多数的内地游客来讲 香港就真的只是一个 香港就真的只是这个只有尖沙嘴海港城 然后铜锣湾时代广场和迪士尼的烟花这样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想说这真的是 就是在我看来 如果大家觉得香港只有这样而已 就真的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无论是对于香港来讲 还是说对于内地的游客来讲 就是都很可惜且很悲哀 而且由于就是尤其是像现在中港两边的割裂是比较严重的 那我还是希望说可以尽自己的一点点微薄的力量吧 可以让至少有一部分说对各种文化都有兴趣的听众 那他可以了解说除了shopping mall和小红书上的这种网红打卡地之外 其实还有更多的更深层次的香港 就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这个节目全球在地化的一个优势 一个好处之一吧 那我自己会比较关心的一个议题呢 就是像比如说比较传统的就是这个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本土意识 然后香港社会的一个后知名性混杂性 然后还有当初的这个九七焦虑和现在的中港之间矛盾的一个焦虑 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直住在湾仔 那湾仔其实就像是这个城市的一个一个微缩 从半山的富人区到山下的平民区 再一直到新田海的一个商务区 就里面有比如说很市井的湾仔街市 然后非常繁忙的这个会展 很具有历史意义的蓝屋 然后还有像两座庙 恒盛古庙和这个玉须公北地庙 然后甚至宝云道上还有这种生殖崇拜的姻缘石 然后还有比如说民众参与这个旧城改造的失败案例西铁街 就是这里的这个混杂性也是就是我一直是居住在这种非常后殖民的混杂性的一个区里面的 然后包括像我楼下有一家西尤塞餐就是酱油西餐 叫波士顿餐厅 它已经开了半个多世纪了 它就是一个其实它就是一个香港后殖民的一个缩影 就是用酱油来做西餐 我觉得是跟这个鸳鸯是一个异曲同工的一个隐喻吧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香港的阶级性 这个是我自己观察到和体验到的一个非常具有香港特色 也比较有讽刺意味的一个议题 就是香港的阶级性已经趋于这种种族隔离和阶级隔离的一种状态 是非常夸张的一种这个承接英国的一个一个特色 就是当然现在可能内地很多大城市也开始追求这种非常exclusive的阶级体验 但其实其实还是不太一样 那另外其实我还会比较关注当代艺术的相关化的 包括这种本地艺术家 像这种九龙皇帝啊 然后蛙王啊 就是现在还活跃着的这个蛙王 就是然后包括另外的一些一些当代艺术的艺术家 他们其实作品里也都会反映到一些本土意识啊 和身份认同啊这些的议题 然后另外还包括像这种西九龙啊 还有即将开幕的香港故宫这样的政府引导的博物馆 艺术馆这样的话题 包括像城市空间公共空间 还有这个城市形态啊 这样的这样的议题 然后另外像香港的流行文化 大政文化 还有文化身份这些议题 我也是都是比较感兴趣的吧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关于香港想要了解的 想听的话题都可以向我们留言 我们会努力做好每一期内容的 谢谢大家 是否还在中个中调是否很重要 亲爱的我无法当你一根眼 当我当你最伤的眼 如果你无法为我烧抽点 不如我来分担一点 就算再短的时间也是时间 总就会打过这一根天 在坏了之后 白的时候 也许我们再不一点 例外状态播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法厄童 然后我目前刚刚结束 就是在电子厂两个月的打工 然后在家准备去 对这两个月的精力去做一些回溯 然后呢我目前是在上海 然后今年的四五月份以后 有可能会去北京 然后基本上我算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状态 但是之后可能会 就是从事一些媒体或者协作方面的职业 然后第二个问题 就是谈谈为什么感兴趣去加入例外状态 然后我想首先是因为我和大海是认识好几年的私人的朋友 然后呢首先是因为我们学习相同的专业方向认识的 因为我们都是学习文化研究 然后后来我认定就是大海这个朋友是可以深交下去 是因为我们即便出现在多就是立场或者说观点上的这种分歧 甚至一些争吵 但仍然可以保持一种对话 以及互相理解的这种关系 然后去理解不同声音背后的世界观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可贵的 就是你相当于是把自己的信任去托付给对方 然后去建立这样一种关系 即便你们会有这种争吵 然后呢而至于就是说加入例外状态 也是因为大海他提出想要去尝试声音这种媒介 然后他和纸媒然后纸织书都很不同 然后因为就是声音中的这种在场感 他很容易让听众就可以感受到这种说话者 谈话者的情绪 就仿佛听众也会成为这场谈话的参与者 所以他很容易在声音的两端去建立起一种 我觉得相对平等和亲密的关系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节目的期待 如果允许我直言不讳的话 由于例外状态一开始是一种 就是以比较硬核的这种理论视角去杀入中文播客圈的 那我会觉得或许一开始他就给自己塑造的这种形象多少有一些尖色和生硬 我会觉得他不仅应当去赋予自己一种西天中土式的 就是将西方的这种前沿理论在中国普及的使命 就他不仅应当有这种使命 但更重要的是他要和读者听众去对话 以及和现实生活去对话 而这种具体的生活 起伏不定的这种生活 以及人们不幸的遭遇 或者人们难以被开解的这种困惑 这种情绪 而有了这些要素 我觉得理论他才不会去走向自我封闭 才能够去自我保持一种自我更新和自我否定的这种状态 那么第四个问题就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关心的议题 基本上是以人们的情感方面为主 比如说这次在电子厂打工 这关于劳动关系以及劳工权利的这方面的话题 并不是我首先关注的 反而我关注的是电子厂的场地厂妹 他们是怎么谈恋爱 怎么去进入亲密关系的 因为我觉得总会觉得就是 你只有在亲密关系中才能够去全然了解一个人是什么样的 以及我觉得就是人在这种很深密的这种情感当中 才能够是纯净的和澄澈的 虽然说进入厂开始工作之后 发现这个初衷只是因为读了太多文学而产生的一种幻想 就是在电子厂其实绝大多数存在的只是猎人与猎物的关系 一切都是关乎如何猎取的这种技巧 但我还是会觉得 就始终会觉得这里总会有人 总会有人以那种托斯多叶夫斯基的小说 穷人当中的杰伍士金和瓦连卡那样的方式去恋爱 在这种很卑微或者很普通的这种生活中去 将自己最圣洁的这种情感去保留给对方 对我觉得这个才是我真正想要去感受和找到的东西 然后第五点就是谈谈我怎么理解全球在地化 首先我觉得就是大海提出这个关键词 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因为我个人一直非常不喜欢西方人文社科这些理论的 这种滥用和对第三世界的殖民 那见过太多的同学不加思索的 用一种非常懒惰的方式去粗暴的去使用某一些社科理论来阐释现实 这个几乎成为一种本能 但我觉得好的本能 它其实首先应该是去否认某种现实可以被这些理论去套用的这种欲望 首先去克制这种欲望 就是你的本能应该是不使用这些理论而不是使用它们 当然有人或许会认为说西方这个词本身就预设了某种 本质主义甚至民族主义 那这个我会在之后的播客中如果有机会会进行回应这个观点 但这里我想说的就是首先应当培养的就是不用西方理论 甚至不用理论本身去看待现实的这种本能 就直接脱掉那层好像在掩饰自己某种虚弱和无能的这种理论眼镜 而用你真实的有晶体和瞳孔 以及上面布满了很多这种细密的不规则的毛细血管的肉眼去看待现实 那所以说我觉得在地化对我来说首先呢 重要的就是要否定哪个妄图将自己建立为某种普世适用的概念 或者理论的这些全球化的这些时髦的这些东西 我大致想说的就是这些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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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各站停车的主播小儿子 鬼爵子好 例外状态的主播和听友们大家好 感谢鬼爵子的邀请 那这里我也来谈一谈 我对例外状态的一些感受和期望吧 那最早认识到例外状态 是我在做播客刚起步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自己的播客话题 会涉及到读书语言 社会文化这些话题嘛 那我本人又是哲学系出身的 也有着海外留学经历 然后正好当时又在读萨特和加谬嘛 正好例外状态这个词 本身也来自阿甘本 那看到初点就知道深度了 这些原因都让当时 例外状态这一档的探讨 哲学文学文化研究的一个节目 在我看起来非常特殊 这不仅是对我个人而言感到特殊 就是在播客领域 它也是一模异色嘛 我们知道虽然播客文化就方心为爱 然后播客的内容选题也是五发八门嘛 但是关注理论 批判现实 还能够深耕学术议题 然后社会议题的这样一个频道 其实还是不多的 那既然遇见了 那当然要赶紧马克一下了 那当然不过更让我印象深刻了 除了例外状态 还有它背后 或者说对母题 对的那个公众号 表声与你像 那我看了公众号的文章的时候 我就除了惊叹于 就是鬼节子的书写热情 和他的理论驾驭能力之外呢 我还时常能够感受到 他本人在个人的生命探索中啊 的一些思考和困惑 他愿意把它分享出来 愿意把自己的思想脉络 梳理成历史 将其客体化 从而实现一种解构式的反省吧 那这一点也实际上能够编册 我自己对我自己思想 做一个过程上的剖析 当然我想吐槽的是 我看鬼节子的文字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 很冷峻很尖锐的人 但是实际上听到他的声音 却能够感受到 他有极高的热量 有一种柔性的亲和吧 当然这种反差感 不仅没有使得 他的文字变得陌生 相反呢 还让他的书写变得更加具体 更加便于理解了 那后来也很有幸的嘛 鬼节子和我们 各站停车产生了联系 然后我们在语言多元性 还有流散经验 这些话题上 都找到了一个契合的落点吧 那后来经过商议和打磨 我们也推出了一期联名的节目 探讨鱼马转换和文化杂柔 这些话题 那次合作非常愉快 也打开了一种丰富的可能性吧 那目前例外状态 也在扩展在地性这个主题 不断吸收来自世界各地 各地域空间的在地主播 然后试图构筑一个 人文学科的新面貌吧 这一点非常值得期待 毕竟各种不同的声音 虽然又小又分散 但是当它们凝聚在一起 一定能够产生不容小觑的能量 为中文表达的历史 留下一笔财富吧 那最后也祝愿例外状态 在未来能够越办越好 然后吸收更多更广泛的在地声音 挖掘更细致更边缘的 那些在世议题 成为中文播客里 独树一帜的一道风景 虽然夜晚依旧 而篝火不会熄灭 可以让那匆匆的旅行者 也能够选择一丝安慰 那这里没有宏大叙事 这里也没有高墙 没有深渊 在这条路上 你们的存在一颇少 好的 那大概就说这么多 那谢谢大家啦 OK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各站停车的主播Daniel 在此非常感谢 例外状态播客 这一年以来的陪伴 那么这一年以来呢 例外状态 作为一档理论型的文化类播客 围绕文化研究 消费社会 后殖民主义 性别研究 精神分析 法国哲学 等等这些非常有趣的议题吧 带给我非常新鲜多样的一种思考 我觉得这在中文播客圈里面 现在类似的播客 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所以我觉得鬼爵子主播 能坚持下来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在此基础上呢 例外状态 好像也是做了一个 比较大的改版 现在呢 变化成了一个多主播 全球化在地主播 这样一种非常新鲜的形式吧 就是让这个节目生产的效率 更加的提高 那我也觉得主播鬼爵子 是一个非常有热情的人啊 找集了这么多人来一起做节目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之后可能能看到 听到 例外状态给我们带来的 更加多元 更加丰富的一些内容输出吧 对 这我是非常期待的 在接下来一年 而且我觉得例外状态 它有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在于他们很多主播啊 嘉宾啊 都是现在这种一线的啊 年轻的学者啊 研究生啊 博士生啊 这样的一群体吧 让他们能走到麦克风前吧 发出自己的一线的 直接的啊 现在所在做的一些研究工作吧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 有价值的一个事情啊 我也是非常期待 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人 能把他们现在正在想的 正在做的一些研究 带给我们的听众吧 那我们各站停车 其实在去年11月 10月份的时候吧 差不多 其实鬼爵子很早就联系我了 我们也磨合了很久 商讨了很久 最后呢 是出了一期 时长大约是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的内容很多的 关于中阴夹杂 还有这个语言的这种混杂性的节目吧 最后也是取得了一个蛮好的效果 那之后呢 其实在今年吧 其实也是有相关的合作议题 比如说鬼爵子是邀请了好几个 人文类的播客 围绕全球化时代 与80年代文化记忆 这样一个选题 做一些相关的播客 那我本人呢 也是想好了这个选题啊 非常乐意到时候 与大家在这个思想的机当中相见吧 对 那也是非常期待呢 能在未来和例外状态 主播鬼爵子 以及他们的嘉宾 有更多深度的交流与合作吧 那最后呢 也是不能免俗 希望例外状态 能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坚持自己的调性 越办越好吧 首先非常祝贺 这么有深度的这样一个例外状态 这个节目 既然已经办了一周年了 带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 然后又非常帮助 开阔这个学术思路和事业的这样一个 一个节目 然后 大家知道这个 另外状态这个栏目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的涵盖面特别特别的广 而且是广中游戏 非常具有深度 这里你可以听见一些 非常经典的 关于一些 比如黑格尔康德等等 这些传统的哲学家的 这样一种 思想的介绍 你还可以听到一些 非常时髦的 比如说精神分析的临床 或者拉康德精神分析理论 这样一些非常 时尚的这样一种 时髦的这样一种 一种清的理论 然后同时大家也知道 这个例外状态 这个播客 它的整个 整个的导向 是偏向左翼的 所以你在这里 也可以听到非常多 比如说朗西埃 还有阿尔都塞 他们一些最新的 被意见过来的文本 然后这些主播 可能都是翻译 他们这些文本的 这样一种学者 他们给你们介绍 这种非常前沿的 这个欧洲左翼思想 同时这个播客的 这个也是我的朋友 他的创始人 鬼诀的同学 自己也是做文化研究的 所以你在这里 也能听到各种 关于语言文化 身份认同 以及和各种各样 社会上的文化现象 相结合的这样一种 从一种文化研究的 视角切入 所以说我个人在 听这个另外状态 栏目的过程中 就感觉 它真的是一个 非常有深度 而且包容万象的 这样一个非常优质的 非常优质的播客频道 大家真的能在里边 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对于这个 六二仲态一周年之后的发展 我希望可以 有一些关于 艺术理论的 因为大家知道 艺术理论也是 最近年在国内 或者说 它一直也是一个非常 具有吸引力的 这样一个 一个 别处的这样一个 范畴吧 然后希望可以 以后多一点 关于这方面的播客 然后 把这个 你们的这个广度 拖得更广 好的 谢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学习精神分析的 小王 王明锐 非常开心 能够参与到 例外状态的录制当中 和大家分享一些 有趣的精神分析知识 那么在新年来临的时候 我首先要祝福 例外状态 能够越办越好 在新的一年 如虎添翼 同时也要祝愿 我们的主播 小百还有大海 能够学业进步 事业高升 在新的一年 我也希望和大家 分享更多的 与精神分析相关的 有趣的内容 包括男女的性别认同问题 儿童的精神分析常识 还有大家最为关心的 精神分析的实用知识 就医知识 那么期待 我们在新的一年 能够创造更多精彩的内容 在这里 我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意外状态的 几位主持人好 我是赵祖龙 在往下的节目里 跟大家聊聊天 至此节目诞生 一周年之际 我想说 主持你们辛苦了 我还记得录音的时候 因为我讲话 很快把一期节目 运势变成了两期 但是主持人小柏 提到的一句话 让我学到了很多 他说 听节目的时候 有时候会 两倍速播放 当时我心里 又出现了一个 惊叛号 这不是夸张 而是我发现 我竟然不知道 有这么简单的 提高效率的手段 其实我从参与节目 还有很多收获 比如我知道了 播客 这种新鲜 这种有影响的媒体 但更重要的是 我发现 在现在中文世界里 其实有这么多的人 热衷于学习 而且在我们这个 比较混乱的言论环境 播客带来的影响 可以说是一股清流 所以我中间希望 几位主持人 坚持耕耘下去 给大家带来 更多精彩的内容 我也希望将来 能有机会 和听众的主持人 带着交流 祝意外状态 一岁生日快乐 谢谢 意外状态 是一个国内少有的 就国际视野的 学术类播客节目 它观设一些 最重要的问题领域 同时也勾连了 不同倾向和年龄段的人群 希望以后能越做越大 让播客听众们 获得更多免费的知识 大家好 我是来自巴黎的孙建 祝愿意外状态的节目 在2022年成为常态 更多关心日常生活中的 政治和哲学 把高屋建林的理论 做得更通俗 祝大海新年快乐 表征与理想办得越来越好 然后坚持自己独立的研究 大海新年快乐 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 有新的研究和发现 认识新的朋友 正好 I don't cry, baby I love you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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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Don't ever forget, wherever you go, I'm always with you I love you Don't ever forget, wherever you go, I'm always with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